十三岁那年,经没人介绍,我爹把我送到了大庙村陪家,讲好听一点叫说亲,难听一点叫卖女儿。 陪家给了五两银子,他兴高采烈地拿着,又去了县城赌场。 陪家沈娘身体不好,大郎身体也不好,家里还有三岁的小姑和年迈的太母。 他们买下我,一则是为了给大郎娶亲,带我急急把我嫁给他, 二则是为了找个人洗衣做饭,照顾一家子老弱病人。 陪家在我们云安县,曾也是宽裕人家。 陪老爹年轻时是挑担走街的卖油郎,勤劳肯干, 后来又跑去豫州一位老师傅那里学做豆花。 手艺学经后,回来先是在县城摆摊,几年后开了间铺面, 生意红火时,还招了个伙计。 直到他因病去世,陪家沈娘育有二子二女, 生小姑时受了寒,身子骨一直不太好, 用阴早些年跟着陪老爹做生意, 起早摊黑地磨姜点姜,手脚落有臂症, 成天腰疼腿疼地矮着。 而大郎自幼体弱,本就有不足之症, 还染了肺痨。 他爹一死,招来的伙计另起炉灶, 自个儿摆摊卖豆花去了, 铺子生意自然就散了。 好在他们家是有些家底的。 大郎到了说亲的年龄, 本就是病殃殃, 大夫说劳病要命,还会传染。 寻常人家,没人愿意把闺女嫁给他, 但我家不一样, 我娘早死了, 我爹是个烂毒鬼。 我十三岁到陪家, 一刻也没闲着, 洗衣做饭。 照顾年迈的太母, 给陪沈娘的膝盖敷草药, 哄三岁的小姑睡觉, 陪家大郎深夜挑灯看书, 咳嗽不止时, 我还会去灶尖煮萝卜水端给她喝。 每当这时, 她总会很歉疚地对我说, 小玉,你忙了一天了, 去歇着吧, 不累的大郎哥, 我在家时还要去山里砍柴夏田厨地呢, 平时也闲不下来的, 早就习惯了, 我摆了摆手。 大郎时期了, 上过私塾, 是个喜欢读书的清俊少年。 他已经参加过县市和府试考了童生, 可惜因身体状况, 无法继续参加院考了。 读书人总是令人仰慕的, 我从他这里不仅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 还识得不少字。 两年之后, 我满十五岁, 陪沈娘给了我一个玉琢, 说要给我和大郎操办婚事。 我是没意见的, 但是大郎不愿意。 他那时已经病得很厉害了, 常常一句话没说完, 就咳出了血。 他对沈娘说, 我的身体自个儿知道, 怕是不成了, 莫要害了玉娘, 他在我心里跟小桃一样, 我一直把他当妹妹, 陪沈娘哭晕过去, 醒来就问我, 还愿不愿意嫁给大郎。 我一边抹泪一边点头, 当初买我, 不就是要给大郎哥做媳妇的吗? 沈娘止不住哭, 玉娘啊, 莫要怪我, 我们家全指望你了, 我是跟陪家二郎成的亲。 不不不, 应该说陪家二郎是代替他哥跟我拜的堂。 因为那时大郎已经命不久矣, 虚弱得不能下床。 我来陪家两年, 那是第一次见二郎。 他比我大两岁, 生得相貌端正, 滋如玉树。 早在他爹还活着的时候, 就把他送去从军了。 大储律令, 男子十五岁满可从军, 根据三年更一年储的原则, 无论贵贱, 二十岁就必须在官府登记。 很多人家被选中参军, 尝试哭天喊地, 唯恐前面打仗死了伤了。 陪家二郎不一样, 他还未满十五岁, 便被他跌脱人走后门, 谎报了两岁, 硬塞去从军了。 倒也不怪他爹狠心, 陪二与其大哥不同, 从小就不安分, 跟一帮混在城郊西外门的 泼皮无赖, 到处偷奸耍华, 惹是生非。 小桃五岁的时候, 我还哄他玩泥巴, 据闻二郎五岁的时候, 已经知道偷邻居家的鸡, 到寺庙和上的菜书和贡果。 总之那是个自义妄为的家伙, 惹下过不少事端。 直到有一回酒不归家的他, 半夜站在他爹床边, 浑身是血, 说失手打死了人, 问他爹怎么办。 裴老爹吓坏了, 连夜给衙门里的香食送了厚礼, 请人帮忙打点, 散了大半家财, 几个月后把藏家里的裴二郎送去参了军。 我与大郎成亲时, 是他在军营四年第一次归家。 少年意气风发, 眉眼细长, 不同于大郎的文雅, 他是天生的挺鼻薄唇, 唇角微微下敏, 眼眸幽深且犀利, 一脸生冷桀骜。 在陪沈娘的操耻下, 他代替他哥穿了喜服, 抿着唇, 极不自然地与我拜了堂。 结果当天晚上, 大郎就不成了, 磕出的血如开在帕子上的花, 怎么也止不住。 又撑了两日, 他对他娘说, 我与玉娘的婚事不作数, 待我死后, 签放七叔给她, 莫要误了她一辈子, 大郎死的时候, 沈娘哭得死去活来, 我呆愣愣地站在一旁, 端着那碗苦涩的汤药, 不知所措, 满脑子都是他曾说过的那句, 朝为田舍郎, 目登天子堂, 将香本无种, 男儿当自强。 莫道如观物, 诗书不复人, 达而向天下, 穷则善其身。 裴二郎握着他哥的手, 擦拭他嘴角的血迹, 我手里还攥着一块糖, 粘腻地融化在掌心。 半年后, 裴沈娘也跟着去了, 一场风寒直接要了她的命, 她走得很急, 病了数日, 睡一觉就过去了。 几个月后, 裴二郎再次告假归家, 在山地坟头祭拜了爹娘和兄长。 我爹听闻他回来了, 立刻上门, 请他代替他哥签放七叔给我。 裴二郎二话不说就签了。 薛手人眉开眼笑, 驾着驴车, 硬把我往车上拽。 闺女, 爹不赌了, 爹正干了, 爹现在买了驴坐车把式, 我那短命女婿死了快一年了, 你才十六, 留在这里算怎么回事, 咱们已经人至意尽了, 你跟爹回去, 日后爹托人重新给你说门好亲事, 我坐在驴车上, 脑子乱糟糟地被他拉走了。 半路我问他, 你真的不赌了, 真不赌了, 那你发誓, 你要是骗我, 就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烂手烂脚烂舌头, 死后被扔乱葬岗无人收尸, 然后被野狗啃食, 薛玉, 反了你了, 有你这么皱老子的吗? 薛守人气急败坏, 我冷笑一声, 不赌了, 你这种老赌鬼的话能信? 什么说, 门好亲事, 你怕是要将我骗回去再卖一次, 从前我年纪小没别的出路, 如今这种招式还想糊弄我, 骗鬼去吧, 说霸驴车一轻, 我跳了下来, 拎着包裹头也不回地走了, 身后传来薛守人的叫骂声, 思来想去, 我又走了十里路折返回了大庙村, 大庙村在九平山下, 住了百来户人家, 陪家在村西头, 院门篱笆处, 被我圈了小片菜园, 还种了几株玉兰, 傍晚, 农家小院清白片片, 天际残阳如血, 陪小桃顶着两个乱糟糟的羊脚辫, 正坐在门口嚎啕大哭, 跟他在一起的还有年迈的太母, 一老一少同坐, 太母颤巍巍地拄着拐杖, 小心翼翼地看他, 二鸭, 你别哭了, 你嘴脸那么大, 我害怕, 二鸭, 我裤子湿了, 你能帮我换吗? 呜呜呜, 太母你怎么又尿裤子了,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你能帮我换裤子吗? 呜呜呜, 我不会, 那你能去厨房煮砸面汤吗? 呜呜呜, 哥哥不是去煮了吗? 哎, 他有个啥用, 连媳妇都留不住, 要不是他, 咱们俩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呜呜呜, 太母, 我要我嫂子, 我想他, 别哭, 太母早就有主意了, 等天黑了咱们就离家出走, 这个家是待不成了, 那憋孙儿不是好人哪, 我折返回来的时候, 小桃哇哇大哭, 抱着我不撒手, 太母在一旁可怜兮兮地看着我, 我裤子湿了, 还没有换, 对小桃好一顿安抚, 又给太母换了裤子, 我才起身去厨房找裴二郎, 彼时他正在做饭, 灶火烧着, 锅的水已经滚开, 案板前的人还在摆弄面盆, 裴二郎身姿挺拔, 后脊绷得很直, 脸颊沾了面粉, 手心手背也都是黏糊糊的面, 看上去淡定从容, 却又显得不知所措, 原本收拾干净的厨房, 锅碗瓢盆杂乱无章, 我轻叹一声, 二叔, 我来吧, 陪二郎回头, 光线不算明亮的屋子, 他脸上含着诧异, 浓眉微挑, 眼眸乌黑, 很快又恢复平静, 敏唇走了出来, 烧好青菜面汤, 我端出桃盆放在院内桌上, 在小桃和太母的碗里放了香麻油, 待他们高兴地吃上了饭, 我去了正屋西面隔开的那间房, 见门未关, 于是隔着礼屋门帘, 叫道, 二叔, 吃饭了, 褪色的门帘已经有些年头了, 地砖扫得干净, 却很粗慢老旧, 屋内光暗, 然连不撩开, 裴二郎脚步低枪, 于幽际之中露出尖骨青山, 身形齐长, 如冷峻松柏, 轮廓分明的脸上, 双眸似冰眼, 也似寒月, 只叫人觉得周遭的暗淡都被压了下去, 生出冷色灰光。 裴二郎生了一副好相貌, 待人却似有骨子里的疏离之感, 冷不叮对上 那双幽深犀利的眼睛, 我忍不住心里发紧, 双手在衣袖下搅着, 小姑年幼, 太母也须人照顾, 二叔若是回军营, 可想好了如何安顿他们, 我的声音很轻, 他的声音却很低, 也很沉, 缓缓道, 我打算将他们托付到西坡村诸家, 我心里又是一紧, 裴家是有一个嫁到西坡村的姐姐, 姐姐叫裴梅, 是裴家长女, 比大郎还要年长三岁, 早在裴老爹还活着的时候, 裴梅就嫁给了西坡村朱里长家的大公子, 朱里长是乡身, 朱家是十里八村最富裕的人家, 李长家的少奶奶, 照顾娘家小妹和祖母, 自然不在话下, 可巧的是, 我自幼也是在西坡村长大的, 知道朱家虽富裕, 家里丫鬟, 下人伺候着, 朱里长却是个使钱如命的, 其夫人亦是作威作福, 平时对租地的店农就没个好脸色, 动辄辱骂。 裴老爹还活着的时候, 裴梅经常回娘家, 因为公佛钱财把控得紧, 丈夫也没什么挣钱的本事, 考个秀才屡次不忠, 整天就知道胡吃海喝。 朱家少奶奶, 想要手头宽玉制办好的衣服和腌制水粉, 还要娘家补贴。 而自从裴老爹死后, 县城铺子也卖了, 大郎身体不好, 守着那点家底, 裴梅回门在想要钱, 陪沈娘给的就不那么痛快了。 眼看要不来钱了, 还要听陪沈娘苦着脸唠叨, 裴梅干脆不来了。 我在裴家这三年, 说起来也就大郎和陪沈娘死的时候见过她。 最后一次见面, 她穿了剑玲珑有致的茶白色夹袄, 袄上绣着一圈精致兰花, 无比秀雅。 进门奔丧的时候, 她先是轻抚云并, 接着双手翘小指须握在腰侧, 气了一声, 娘呀, 女儿来迟了, 声音悲痛娇柔, 动作却一点也不含糊, 拿帕子擦泪的时候, 还按了按鼻翼的脂粉。 裴梅皮肤很白, 脸上细粉和胭脂一样不少, 纵然哭了, 眼泪都没弄花她的妆。 很难想象, 这样大户做派的少奶奶, 一举一动端庄十足, 少女时期竟曾在县城邦家里卖豆花。 裴二郎是如何想的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要把我照顾了三年的裴小桃和神志 有些痴呆的太母送到朱家, 我不放心。 于是我对裴二郎道, 二叔要托付朱家, 想来朱里长是李尹, 为了面子也不会拒绝, 可是不知你是否清楚, 姑姐虽是朱家长席, 嫁过去多年仅生了个女儿, 朱家婆母多有怨言, 朱家姐夫也早已内窃, 她的日子实则并不好过, 裴二郎沉默了下。 未等她开口, 我又道, 既是如此, 咱们也不必给姑姐添麻烦了吧, 放弃书, 我先收着, 二叔且放心去军营, 我留下赵福家中, 待日后小桃和太母都能安顿好了, 我再离开不迟, 我言辞懇切, 裴二郎的神情 掩在暗色之中, 眼眸深处像隐匿着一片雾, 浓重且静谧。 她没有说话, 我又问, 二叔意下如何, 又是片刻沉默, 猴头似是至了下, 最终她硬了, 声音有些哑, 好, 一个好字, 我松了口气, 人也变得放松起来, 饭做好了, 二叔来吃吧, 待会要凉了, 几日后, 裴二郎回了军营, 在她离开不久, 我把我爹削手人告上了衙门, 其因是她趁着我带小桃, 在村头河边洗衣服时, 拎着一包酥饼假模假样地去了裴家, 骗太母来看女儿, 然后将里外翻了个底朝天, 藏在衣柜里的钱匣子, 十三两六钱, 以及陪沈娘留下的那只玉镯, 全部的家底, 被她偷了个干净, 我而后得知, 果真如我所料, 不赌了是假的, 驢车是租来的, 她想把我骗回去嫁给县城开皮革型的老官夫, 并且已经收了人家五两银子的礼钱, 那日, 我被愤怒冲昏头脑, 拎着菜刀走了二十里路, 赶到县城, 在赌方将这受得脱了形, 一副枯骨败相的老头, 扭送到了衙门, 大楚奉笑, 为人字状告生父, 同罪为逆, 恶逆者是要处以绞刑的, 薛守人从进了衙门, 手就开始抖个不停, 留着八自然的县令老爷, 听完我的陈述, 眯着眼睛道, 好个薛玉, 你如今虽是陪家父, 亦曾是薛家之女, 若执意要告你爹, 有为孝涕, 本老爷断案之后要痛打你二十大板, 你可还要告他, 告, 我要告陶州郡云安县西坡村薛守人, 伙同赌方之人, 卖发妻制私招, 害我娘李氏悬梁自尽, 侵吞她的嫁妆, 你可有证据, 李氏死时, 民妇七岁, 没有证据, 那便是口说无凭, 那民妇就要告薛守人, 一女妄想二脉, 坏了官牙规矩, 你爹将你许给陪家, 有媒婆做宝, 算不得买卖, 皮革形羊赖子的礼钱, 他以尽数还清, 也算不得一女二嫁, 罪不成立, 青天白日盗窃陪家钱财, 可是他的罪, 自然, 大唐之上明镜高悬, 本老爷不会偏袒任何义人, 但薛守人偷盗, 皆因你是陪家之父, 事出有因, 如此本老爷就盼他 归还了陪家钱财, 作罢, 如何, 他没有钱, 他都赌光了, 那就让他立下债据, 有县衙门作证, 抵不了赖, 如果他就是要抵赖呢, 那本老爷就置他个欺网之罪, 吃账入狱, 话说到最后, 县令老爷已经很不耐烦, 经堂木猛地一拍, 退堂, 薛守人力了, 债据, 我挨了二十大板, 如果不是行刑之时, 换了个心词手软的牙役大叔, 我该是要在床上躺上几个月的, 牙役大叔姓赵, 叫赵吉, 手下留情, 是因为认识我公爹赔长顺, 他说, 自打我公爹年轻时, 在县城摆摊卖豆花起, 他们就认识了, 是老相识, 我运气很好, 赵大叔也很好, 不仅掏了十五文钱, 帮我找了辆驢车回家, 还送了我一瓶窗药, 叮嘱我回去好好养着, 纵然他下手力道轻, 衙门的二十个板子下去, 我仍是臀骨开了花, 疼得冷汗淋漓, 脸色惨白, 从挨打到爬驴车上, 薛手人一直跟着我, 你也如这解释, 爹没有卖你娘, 不是跟你说过吗, 是欠了赌场的钱, 人家去家中讨要, 你娘分明, 有些嫁妆银两, 就是不肯拿出来, 谁知道她性子那么倔, 不过是吓唬她几句 要把人卖丝招子里去, 她就上吊了, 爹送你去陪家 只是想给你找个好去处, 不是卖女儿, 还有皮革形的杨赖子, 年龄是大了些, 但是家底厚啊, 爹是想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使了全身的力气骂她, 牵一发而动全身, 痛得脸更白了, 七岁丧母,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想, 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我亲眼看到 我娘吊死在房梁上, 悬空着两只脚晃啊晃, 薛手人惊恐过, 也痛哭流涕地悔改过, 然而悔改不到一年, 她又一头扎进了赌场, 说到卖妻犯女, 她从来都不承认的, 兴许在她心里, 我还应该感激她, 因为那时她没全然忘记 自己有个女儿, 赌赢了会给我买包子, 赌输了还知道去讨些剩饭, 搜菜带回家, 人在弱小之时没得选, 往往陷入茫然, 后来我逐渐长大, 再后来我到了陪家, 突然想明白了, 世间疾苦万千, 能活着已经是上上千, 既已是上上千, 再去问活着是为了什么, 就很失矫情了, 活着自然是为了好好活着, 如大郎, 想读书, 想朝为田舍郎, 目登天子堂, 如我, 想安身立命, 生活无余, 然这世间种种, 唯有活着才有希望, 才能走出路来, 大郎没这个机会了, 但我有, 回陪家后, 我在床上趴了一个月, 这期间, 陪小桃一边打着枯格, 一边手脚笨拙地 听我指挥忙活, 后来连泰姆尿裤子, 她也能屁颠颠地 跑去帮忙换了, 甚至还因为此事有了成就感, 每天没事就巴巴地望着泰姆, 泰姆, 二鸭, 你老看着我干吗, 别这么看我, 我害怕, 泰姆, 你渴了吗, 喝点水, 我不渴, 不, 你渴, 带到我勉强能下地, 家里能吃的都吃光了, 菜园子光秃秃, 米刚见了底, 鸡笼子空荡荡, 我好不容易养起来的两只下蛋鸡, 被陪小桃私自拎去找邻居五寡妇 帮忙给宰了, 吴寡妇当时还阴阳怪气地翻白眼, 啥条件呢, 还吃鸡呢, 陪小桃美滋滋, 家里还有一只呢, 过两天还来找你仔, 你别馋, 鸡屁股全都留给你, 吴寡妇, 吴翠柳, 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寡妇, 嘴巴损了点, 但其实心眼不坏, 我躺着起不来的时候, 她还接济过我们, 送了两次大饼和稀饭, 可也是她窜夺着小桃, 说她姐姐裴梅是朱里长家的少奶奶, 我们如今就快吃不上饭了, 小桃可以去找她借些银两来, 陪小桃也不知怎么想的, 当真瞒着我, 走了十几里路, 打听着去了西坡村诸驾, 当晚是垂头丧气, 灰溜溜地回来的, 小女孩蹲在地上, 抹着眼泪问, 嫂子, 陪梅真是咱姐姐吗? 我娘生她的时候, 是不是不小心把她掉粪坑里去了? 驴室担子一面光, 其实还是驴室担子, 我后来才知道, 小桃去的时候, 她一副大户人家少奶奶的做派, 先是假模假样地招待她吃点信, 然后话里有话地说了些有的没的, 以小桃的年龄, 听不懂她七拐八绕, 只知道埋着头和她四岁的女儿眷娘 一起高高兴兴地吃点信, 至于陪梅的话, 是一句也没听进去, 陪梅对牛弹琴, 逐渐没了耐心, 恼怒地拍了下桌子, 吃吃吃, 就知道吃, 瞧你那穷酸相, 我说的你可都听明白了, 我是绝技不可能留你和泰姆的, 你们想都不要想, 陪家最后那点银子, 我没拿一文, 谁拿了你找谁去, 你告诉那个薛玉, 别装模作样地和她爹演一场, 演完了就想撂摊子把你们甩给我, 做她娘的梦, 陪梅兄狠狠地骂完, 见小桃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也吓哭了她女儿眷娘, 赶忙让丫鬟把人带下去哄, 然后忽而变了一副面孔, 用帕子吴嘴倾咳一声, 温言细语道, 陶, 你年龄小, 不懂人心险恶, 姐姐这么做是为了你好, 你和泰姆是一定要留在陪家的, 否则那个薛玉指不定把咱家的宅子 也给败光了, 小桃虽然是抹着眼泪回来的, 但当晚还是从怀里掏出了好多样点心, 她说她的, 我拿我的, 总不能白跑一趟, 泰姆在一旁连连点头, 二压就是有出息, 这么一夸, 陪小桃来了精神, 下次我还去, 泰姆我带你一起去, 好, 咱们都要有出息, 咱们一定有出息, 伤好之后, 我绝技每天徒步二十里去县城找些活干, 陪小桃跟我拉钩, 要求我日落之前必须赶回家, 否则她就扔下太母跑去寻人, 去了县城才知道, 那些摘棺茶楼根本不缺人, 更不会雇一个女子来忙活, 有钱的园外老爷家里倒是会有些杂活, 管施的在狮子巷一吆喝, 一大帮婆子妇人抢着干, 挤都挤不进去, 我去了几日, 厚着脸皮挨个铺子, 问有没有活干, 最后在一家医馆帮忙碾了两天药, 晶云布庄整理库房时, 又跟着去搬了一天货, 布庄的孙掌柜很奇怪, 放着年轻力壮的伙计不用, 非要另外花钱找几个女孩搬货, 有个姑娘跟我一样心存疑惑, 忍不住问她, 结果孙掌柜轻笑一声, 你手中这不可是浮光锦, 几十两银子一匹, 这里面还有直金的装花段和雪段, 都跪着呢, 粗手粗脚的伙计可不敢用, 你们都仔细着点, 慢慢搬, 宁愿磕到你们, 也不能磕了这些布, 几十两银子一匹, 那得是桃州府尹和县官老爷们的家眷才穿得起的吧, 我咋了泽舌, 隔着布匹封层摸了下, 隐约看到里面透出流光溢彩的色泽, 忍不住心神荡漾, 不过之后领了工钱, 在街上买了几个馒头归家, 也就将那什么浮光锦装花段抛之脑后了, 嫂子, 馒头还热乎呢, 真香真好吃, 裴小桃弯着眼睛, 喜滋滋地和泰姆一人一个, 然后将不包里剩的四个地给了我, 我接过来, 重新包好放在桌子上, 明天你和泰姆热一热, 一人再吃两个, 嫂子, 你怎么不吃, 陪小桃撇撇嘴, 不太高兴, 我拍了拍肚子, 赏舞那个布庄的掌柜管饭, 我吃了他三大碗, 把他的脸都吃黑了, 玉娘, 你真有出息, 嫂子, 你真有出息, 小桃和泰姆一口同声, 竖起大拇指, 以我为傲, 我白手谦虚地想, 还行吧, 下次有机会, 我争取吃四大碗, 当着他们的面, 自然不能表露出来, 其实我内心非常焦躁, 挣得太少, 如今我们三个完全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陪二郎离家时, 倒是说了日后的军饷会隔两个月寄回来一次, 我有愧于他, 他走的时候, 身上所有的钱都留下了, 还朝我伊利托付, 小妹和泰姆就有老嫂嫂在家中照看了, 二郎声音异常认真端肃, 从前他可从未叫过我扫扫, 当时我激动的脸都红了, 压制住羞涩, 也异常认真的同他回礼, 定不负二叔所托, 结果呢, 人家前脚刚走, 我就把他妹妹和泰姆照顾到赫西北风了, 心里有愧, 郁家不安, 第二天天没亮, 我就起身去了县城, 那天运气不好, 什么活计都没找到, 直到快五十, 才见一家书四在喊人抄书, 抄十张才给一文钱, 但是书四的人说要求不高, 字迹工整即可, 我心动了, 明知肚子里没有二两香油, 还是去了, 管理乌鸦鸦做了十几人, 大家都在埋头抄书, 唯有我在挠头皮, 我太高看自己了, 大郎虽然教过我十字, 可事实上, 我的字写得歪扭七八, 碰到一些声色难懂的, 面面相去, 他不认识我, 我不认识他, 旁边一身穿褐色布衫的青年, 正认真抄路, 我忍不住贴了一眼, 跟大郎一样的好笔法, 字迹行云流水, 悦然纸上, 我悠悠道, 你写得可真好, 青年抬头看我, 冷布丁四目相对, 他脸红了, 我意识到此举十分唐突, 赶忙道, 抱歉, 无心之举, 我只是想问一下, 这个字念什么, 我指了纸饭本上的一页, 青年先是一愣, 继而道, 这是个冲字, 古飞举万里, 一飞冲耗仓, 一围直飞, 他声音清润, 还挺好听, 我忍不住诱问, 我看大家抄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书四为何要抄这么多, 青年看了看四周, 压低声音, 道, 此乃经中康王殿下的新词集, 风靡华经, 各路周府争相表现, 想在康王殿下面前露脸, 姑娘放心抄, 字写得差一些也不要紧, 书四也只是做做样子, 给桃州俊看, 其实根本卖不出那么多, 哦, 我放心地坐回了身子, 朝他一笑, 多谢, 青年书生, 脸皮薄, 忙道, 姑娘不必客气, 我天生不是挣着钱的命, 旁人下笔如有神地抄了快一本, 我还在硬着头皮抄第五章, 最后实在扛不住了, 肚子饿得咕咕叫, 管子里很静, 所以这声响大了一些, 我没好意思抬头, 故作镇定, 继续抄书, 不多时, 旁边突然伸过一只手, 手上帕子干净, 里面放了快吹饼, 是那个青年书生, 我抬头看他, 他赫然道, 姑娘不嫌弃的话, 可以先电一电, 饿极了的时候, 谁会嫌弃呢? 我也有些脸红, 最终饥饿战胜了羞耻, 伸手将那饼子拿了过来, 谢谢, 我真的太饿了, 就不跟您客气了, 那日, 书四掌柜看着我勉强抄完的十张纸, 嘴角抽了又抽, 十分不情愿地给了我一文钱, 而我为了挣这一文钱, 不仅嘴角抽搐, 手腕也抽搐, 再熬半月, 裴二叔应该就能寄钱过来了, 他在边疆当兵, 蜀中等兵役, 一天有七十文钱, 一个月的军饷是二两亿钱, 想到这里, 我去了县城衙门, 找到衙役赵大叔, 厚着脸皮问他借了一贯钱, 我是看在你死去公爹的面子上, 才借给你的, 你可得记得还, 我也不容易, 家里还有个瘸腿的闺女, 赵叔放心, 我一定还, 薛玉是守信之人, 如此又过了快二十天, 裴二郎终于寄来了四两银子, 从一战军插手中接过银子, 我眼泪都要掉出来了, 县城买了整只烧鸡和一块酱肉, 回去切好装盘子里, 吃到嘴里的那刻, 小桃哭得好大声, 啊啊啊, 太香了, 我舌头要香掉了, 感谢我二哥, 感谢他祖宗十八代, 手里有了钱, 我没有再去县城找活干, 而是在家柏弄起了闲置在院子角落里的老旧水磨盘, 上磨盘悬吊鱼支架, 下磨盘安装在转轴, 以水冲转, 可磨碎谷物, 从前沈娘还在时, 我为她敷膝盖, 曾听她反复讲起过裴家做豆花的手艺, 井水泡豆, 豆子磨成稠浆, 搓到发响, 然后用大细螺和细部滤两遍, 大锅望火烧, 闻火煮, 姜汁表皮凝结皱皮时停火, 熟石膏盐成细粉, 对水搅匀铜煮好的姜汁一起倒入瓦缸, 献成狮子像, 南街集市, 商铺林立, 摊贩几乎摆到了周桥, 最是热闹, 书四抄书那日, 管兆大叔借了钱, 我是一路哭着回裴家的, 那一文钱挣得太勉强太辛苦, 长久的压抑, 让我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很没用, 生出在狮子像枝滩做生意的念头后,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卖豆花, 因为裴家从前的营盛物件都还在家中堆着, 一应俱全, 省去不少麻烦, 沈娘曾经说过, 做豆花看似简单, 但想要做出白花花嫩乎乎的豆花, 以及正宗卤汤配料, 每一步都有讲究, 泡豆食尝药根据季节时令, 瓦缸不能上诱, 在我第一次做出豆花, 盛出几片在碗里, 裴小桃比我还激动, 嫂子, 嫂子, 你好厉害, 你怎么什么都会, 不过她也只激动了两天, 看着我天不亮就起来磨疆, 又不满得多呢, 二哥寄过来的钱, 省吃俭用, 可以解决温饱, 这么辛苦做什么, 不能一直指望你二哥呀, 他在外面从军, 手头宽裕一些才好, 把钱都寄了回来, 他就会很拮据, 做什么都不方便, 人活一世, 解决温饱的同时多攒点钱, 把日子过得更好一些, 心里才会更踏实有底气, 嫂子, 你攒了钱想做什么, 那可多了, 我想送你去读书, 给你和泰姆才智新衣, 每天都让你们吃得上 烧鸡和酱肉, 我掰着手指头, 说给他听, 人要往高处走, 若这些都实现了, 接着我还想给你攒份嫁妆, 为什么给我攒嫁妆, 你怎么不自己攒嫁妆, 我已经嫁过了呀, 我是你嫂子, 那为什么不给二哥攒嫁妆, 他年纪比我大, 应该先给他攒, 以你二哥的本事, 他应该不需要我们攒嫁妆, 为什么, 他很厉害吗, 很厉害吧, 我觉得他将来极有可能出人头地, 说不定能做个大将军, 我一边磨江, 一边跟他谈笑, 裴小桃若有所思, 又问我, 那我呢, 你觉得我将来能做什么, 你呀, 说不定能登天子堂, 像秦良玉和那个什么逢了一样, 做个女官, 我这么厉害吗, 对, 你特别厉害, 特别有出息, 说得多了, 连我自己也认真了, 到时候你在华京有官邸, 大宅, 可别忘了接嫂子过去享福, 我也沾一沾你的光, 找七八个丫鬟小厮伺候着, 我给你找一百个, 裴小桃来了精神, 眉开眼笑地过来帮忙, 嫂子, 快攒钱, 几日后, 在我觉得手艺不错了的时候, 装出两碗, 豆花放在栏里, 坐驢车去了县城郊, 赵大叔家, 还了钱, 说了想摆摊的念头, 又让他尝了尝豆花, 结果他说, 豆花很嫩, 但味道差了些, 比不上你公爹的手艺, 我愣了下, 半天想不出哪里做得不对, 赵大叔道, 正宗的裴饰豆花, 自然是有别人做不出的味道, 否则当年从你公爹铺子里出来的伙计, 也不会只摆了一年的摊就干不下去了, 云安县城的人大都吃过你公爹做的豆花, 口味都叼了, 狮子像也不是没人再卖过, 生意不好, 一碗面十五文, 一碗豆花要二十文, 不是味道过得去, 大家伙宁愿去吃面了, 生豆的价格摆在这儿了, 卖便宜了不赚钱, 二十文一碗又必须足够好吃, 这才是裴家铺子当年生意好的原因, 出师未洁身先死, 但我没有放弃, 次日, 我带着小桃去了西坡村朱家, 若说云安县还有人知道裴家豆花的方子, 这个人一定是裴梅, 结果没想到的是, 我们吃了闭门羹, 连裴梅的面都没见到, 对此小桃愤愤不平, 小气, 抠搜, 不就拿了他几回膏吗, 几回, 我不是说了不准再来吗, 你又来他们家拿糕点了, 嗯呢, 来了, 连吃带拿, 最后一回还被他婆母看到了, 你没见他婆母脸色有多难看, 我还很懂事地问他是不是有病呢, 因裴小桃的恶劣行径, 裴梅梅露面, 只拍了个眼睛长在头顶的丫鬟, 出来厌恶地看着我们, 不要再像快狗皮膏药一样, 黏着我们家奶奶了, 我们奶奶说了, 那什么方子她不知道, 就算知道也不会告诉一个外人, 随随地跟你们一起做生意, 笑死人了, 知道我们奶奶什么身份吗, 以后不要再来了, 丫鬟话音刚落, 裴小桃一脸紧张, 谁死了, 什么谁死了, 你胡说什么, 丫鬟气势汹汹, 不是你说得笑死了人吗, 我姐姐在这家, 我不得问一下, 还有, 你不要用鼻孔动我, 窟窿炎子太大了, 我害怕, 裴小桃指着她的鼻子, 气势比她还要凶, 我拎着她的后衣, 领将她拖走, 她喊老大不乐意地冲那丫鬟喊, 你鼻子好像歪了, 记得找大夫看看, 本来就挺丑, 我的生意念头暂时搁置了, 人也跟着消沉几日, 直到这天赵大叔的闺女, 阿湘来了陪家, 她是从县城坐驴车过来的, 还给我们带了五香斋的芝麻酥, 我有些惊讶, 因为她行动不便, 是个瘸子, 阿湘是个眉清目秀的姑娘, 性子有些肩默, 那日去照大叔家还钱, 我虽见过她, 却也只是点头之交, 并未言语, 据照大叔说, 自她十一岁摔瘸了左腿, 就不爱出门了, 也不喜欢跟人打交道, 眼下她却登了门, 说话也直摆, 问我, 那日你和我爹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你是放弃了, 不想开铺子卖豆花了? 我忙摆了摆手, 将目前的状况告诉了她, 她道, 你为何不去问二郎, 兴许你姑姐是真的不知道, 裴伯伯是生意人, 辛苦经营半生, 这种方子想来也只会传给儿子, 毕竟女儿将来是要嫁出去的, 我愣了下, 倒是没想到这层, 又迟疑道, 二叔也不见得知道吧, 他很早就不在家了, 不问又怎么知道, 问一下吧, 阿湘似乎比我还在意这事, 让我即刻写信给二郎, 他回县城的时候顺道带去游艺, 在他热切的注视下, 我只得拿了纸笔过来, 写下的内容大意是, 我想在县城做些营生, 按照沈娘曾经说的做法, 我做出的豆花味道不对, 二叔可知道具体是怎么做的, 能否指点一二, 同时附上一张我写的豆花方子, 阿湘看了直皱眉头, 说我自写得丑, 也就罢了, 内容也过于直白, 字里行间一点亲人之间的关切都没有, 于是他让我在最后加上一句, 边疆苦寒, 二叔定要保重身体, 判平安归家, 写完之后, 他就将信带走了, 我原本搞不懂他为何如此热衷此事, 直到临走时他说, 薛玉, 我与你同岁, 一样是阿娘早逝, 而且我是个瘸子, 我不明所以, 他又道, 我爹总张罗着给我寻一门好亲事, 可我知道, 我能找到什么好人家呢, 好人家的儿郎哪里会愿意取一个瘸子, 可我爹偏不信, 他说, 给我攒了一百两的嫁妆, 婆嫁穷点也无妨, 只要夫婿对我好就成, 他都一把年纪了还这么天真, 穷人家的儿郎愿意取一个瘸子, 焉能不是冲着这一百两的嫁妆来的, 薛玉, 你若想卖豆花, 我可以把嫁妆拿出来直接帮你开瘸子, 你先不要拒绝, 我没有别的目的, 要的也很少, 我不贪心, 只想有一条出路, 不想嫁给那些在背后骂我死瘸子的男人, 我觉得阿湘有些高看我了, 信计出去一个月了, 眼看又要到裴二郎季军享回来的日子, 还是毫无动静, 我忍不住想, 在外人看来我是裴家的寡嫂, 但在裴二郎的眼里, 我算是个外人吧, 毕竟放弃书都签了, 既是外人, 又怎么会把那么重要的豆花方子告诉我, 裴小桃不这么认为, 他插着腰, 昂着头, 留给我两个小鼻孔, 嫂子你错了, 我二哥将来可是要做大将军的, 而我将来要做女官, 我们裴家日后在华京有官邸大宅, 一百个丫鬟小厮, 登了天子堂, 谁还回来卖豆花, 所以那什么方子, 根本不重要, 就在我打算放弃, 准备做些别的小买卖时, 裴二郎的信连同四两银子一同寄过来了, 我没想到, 他的字写得那样好, 比例尽挺, 厉透直辈, 更没想到他竟然真的把方子告诉我了, 裴家的豆花味道好, 其一为卤汤, 其二为三合油, 裴老爹学做豆花之前, 是卖油郎, 旁人的豆花, 断上桌之前会在碗里放几滴香麻油, 而裴家的油, 是香麻油, 鸡油, 猪油, 三种蜜脸, 裴二郎写了一张三合油的方子给我, 他还告诉我, 卤汤可放鸡杂, 味道更鲜, 我眼眶有些发热, 他当真是信任我, 把我当亲扫带, 自收到他这封信开始, 我所做之事都变得尤其顺当, 先是在县城狮子像 南街尾临近周桥拐角, 找了个满意的铺面, 铺子不算大, 从前是家小九四, 分前堂后院, 前堂摆了桌椅和柜台, 可做生意, 后院水井灶台一应俱全, 除了厨房, 东厢还有监放杂物的屋子, 之所以满意这里, 是因为这铺面二楼还有两间房, 楼梯在后院一余, 二楼屋子光线好, 窗户对着狮子像, 也可以看到周桥附近的喧闹, 阿湘提议开铺子之前, 我原本是打算支摊的, 可是如果有更好的选择, 谁又愿意每天往返四十里路, 推车去县城摆摊子, 即便我手里有些钱, 租得起驴车, 起早贪黑的忙活, 把太母和小桃放家里, 难免照顾不上, 如今可好, 我们全都可以搬到县城铺子里去住, 开这间铺子, 几乎花光了阿湘的嫁妆钱, 我一开始有些忐忑, 怕亏了本, 阿湘倒是不怕, 他很淡然地说道, 怕什么, 我爹都说了味道和从前差不多, 陪家的豆花, 还怕卖不出去, 他说得对, 两年之后, 我们就收回了全部的本钱, 铺子只做上午的生意, 因为上午一过, 就全都卖光了, 店里坐不下, 在街边还摆了几张桌子, 每天坐无虚席, 因照大叔的缘故, 对于我们把生意做到了街上的行为, 衙门那些寻接不快, 也争之眼闭着眼, 忙不过来, 迫不得已连阿湘也要一瘸一拐地过来, 帮忙收拾, 赵大叔担心女儿被欺负, 没事就穿着牙翼官服在狮子巷走动, 陪小桃跟着我们忙, 太母没事就坐在店门口颤微微地晒太阳, 逢人就问, 吃了吗? 铺子回本的第二年, 我找了家私塾, 将陪小桃送去了读书, 第三年, 抛去日常花销, 我还攒下了五十两银子, 没人会信, 一家不大的豆花铺子, 竟然这样赚钱, 事实上很早之前, 我就写信告诉了陪二叔, 让他不用再寄钱过来, 转眼已是三年, 这三年, 我们一直都有书信往来, 最开始是我告诉他铺子开始盈利, 他在军中也须开销, 莫要苦了自己, 信寄出去他没有回, 也没有再寄钱过来, 陪二郎就是这样的性子, 他的疏离是刻在骨子里的, 我忙生意时, 也没心思想别的, 直到那位游易送信的君差, 匆匆路过豆花铺子, 看到我顺便问了一句, 薛娘子, 你要不要寄蟹球护锡之类的郁寒衣物, 那边要打仗了, 冷得很, 我们这两日就出发了, 要寄的话快点送去, 云安县属陶州郡, 平时消息不算滞后, 打听了下才知, 从年关开始, 赛北蛮金, 铁勒等游牧部落, 开始不断地侵犯挑衅, 原本都是小打小闹, 大楚一旦出兵, 就散得无影无踪, 直到前不久, 他们结盟了, 越过界北关, 攻下了平城武祠县, 屠杀几百人, 天子动怒, 下令出兵, 那两日, 我一刻也没闲着, 买了好一些的球皮和布料, 连夜缝制蟹袍, 行军打仗, 外面要穿铠甲, 为了行动方便, 穿在里面的蟹袍不能太厚, 又要暖和, 裴二郎约莫身高八尺, 身形匀称, 我做了件差不多的蟹袍, 后背和前胸处, 针线密密地缝了层球皮, 毛裹在里面贴身穿, 应该会暖和许多, 连同做好的护膝和假袄, 及时送去驿站, 我才松了口气, 边关那场仗打了近三年, 据游艺的军察说, 军营有冬袄发放, 只不过发到手里, 尺寸不见得合适, 里面棉不厚, 只能勉强预寒, 而一般有条件的士兵, 家里会给做蟹球剂过去, 球皮可比冬衣暖和, 在军营若是收到了这个, 会迎来很多羡慕的目光, 再不济, 家中有亲人的, 护膝加傲总是记得起的, 军察说, 每年冬天, 他们一战最多的就是护膝加傲, 我闻言不禁有些诧异, 每年都记, 对, 你不知道, 边关苦寒, 冬天风刮起来, 跟刀子似的, 能刮到衣服里割人的肉, 要不那帮胡蛮子拼了命地想, 侵占我们的地盘, 每年冬天, 他们最难熬, 我皱了眉头, 没有说话, 陪二叔年少从军, 距今已有七年之久, 而我自到陪家, 从未见沈娘给她寄过衣物, 想到这里, 心里不由地叹息一声, 第二年, 手头宽裕一些, 我为她缝了件更好, 更暖和的蟹球, 又多做了一套护膝, 里面贴满了绵密的毛, 第三年, 照就如此, 挤衣服过去的时候, 通常也会附带一封家书, 太母身体康健, 小桃上了私塾, 铺子生意兴隆, 家中一切安好, 二叔物挂念, 盼平安归家, 家中一切安好, 太母胃口不错, 为小桃读书不用工, 铺子里的豆花越做越好了, 街坊都说有当年陪大伯的手艺, 我们如今还卖鸡杂汤, 食物文一碗, 里面有粉, 可以泡饼, 冬天吃一碗, 很暖和, 带二叔回来, 可好好地尝一尝, 盼平安归家, 家中一切安好, 常带太母桥边走动, 为小桃难以管教, 私塾逃学, 还打了铜宴, 二叔回来可好好管教, 盼平安归家, 边关战士吃紧, 原是没打算能收到陪二郎的回信的, 结果第二年书信寄出后, 游义送来了他的信, 字迹却是他的字迹, 信上只有一个好字, 第三年, 还是一个好字, 因陪二郎的缘故, 我对边关战士十分关注, 时常通过赵大叔向衙门打听消息, 第三年, 战事终于结束了, 大楚完胜, 胡蛮子被驱逐, 朝廷在戒北关外, 又设了沙虎虎口, 圣上龙颜大跃, 下令犒赏三军, 论功行赏, 那年冬日, 我照常买了上好的球皮布料, 做给陪二郎的谢球还没缝好, 就听到了边关士兵返京, 特许回家探亲的消息, 然后隔了没几日, 陪二郎就回来了, 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带了约莫八九个兵将, 同样穿着铠甲军靴, 骑战马良居, 威风凛凛, 自城郊西外门入城, 从县城大街驰骋到狮子下, 一路马蹄声响, 引人注目, 议论纷纷, 晌午, 日头暖和, 狮子向南街, 铺子里生意正好, 阿湘再给人盛豆花, 我忙活着端到桌子上, 正将手中两碗, 放在外头街边的桌上时, 忽听到了街上马蹄声, 游远极近, 探头寻声望去, 前方人群纷纷避开, 让出一列人马, 为首的马儿悬空前蹄, 缓慢停下, 男人骑在高高的马背上, 屹立于日光之中, 身着悬色铠甲, 甲片赠亮, 折着光, 晃得人睁不开眼, 带到看清了, 那人见眉斜飞英挺, 黑眸锐利细长, 薄唇微敏, 下颌冷峻, 深褐色的眼睛正忧深静默地看着我, 四目相对, 我半晌才回过神来, 裴二郎变化太大了, 三年又半年, 他走的时候, 身上上有几分桀骜的少年气息, 如今回来, 容貌欲冷, 桀骜肃穆之余, 平天金戈铁血之气, 尽是成年男人的风锐和深沉, 除此之外, 还有多年征战杀戮堆起来的灵力和震慑, 那双兵式的眼睛, 眸子黑沉, 只看一眼便让人不敢对视, 心里发慌, 他下了马, 八尺的身形, 长身玉立, 腰间佩剑, 朝我走来, 脚步低枪, 我未等他开口, 先紧张地唤了一声, 二, 二叔, 从前是我声音轻, 他声音低, 如今反倒变了, 我声音很低, 低到我自己都要觉得他可能不会听到, 可他听到了, 还轻轻地应了一声, 似乎还轻轻地笑了一声, 我不确定是不是自己听错了, 微差地看他, 结果竟真的看到他勾了勾唇角, 深沉眼中有隐约而细碎的光, 我确定了他方才那声音, 却是含着笑的, 这欲发令我发猛, 又愣在原地, 扫扫, 这定然是咱们扫扫了, 直到他身后跟来的那几人, 也下了马, 一个个身穿假衣, 五大三粗, 走过来欣喜而客套地朝我衣礼, 我才再次回过神来, 赶忙朝他们还礼, 各位军爷不必多礼, 折杀名副了, 不不不, 扫扫才是不必多礼, 咱们愧不敢当, 扫扫当的, 若不是您的那封信, 咱们几个还不知道 有没有命来桃州郡 吃这碗豆花和鸡杂汤呢? 将军一诺千金, 我们就真的来了, 厚着脸提登门, 还望扫扫墨要戒怀, 我被他们的话 整得摸不着头脑。 虽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听懂了他们 是要来吃豆花和鸡杂汤, 于是赶忙转身进了铺子, 边走边喊, 不卖了不卖了, 不好意思, 各位街坊, 薛宇改日向你们赔罪, 今日我家二叔回来了, 还带了咱们大楚 刚刚从边关厮杀回来的好男儿, 烦请大家下次再来吃, 今日就不收钱了, 热腾腾的豆花, 浇上卤汁, 点酱醋, 撒小葱, 海米, 三合油, 鸡杂汤浮着一层油光, 香气扑鼻, 临近冬日, 铺子里却热火朝天, 军中汉子能吃, 几乎每人面前都累了好几层碗, 阿湘也很高兴, 看他们吃得香, 捂着嘴笑, 然后接着给他们盛豆花, 他们边吃边笑, 边笑边聊, 说将军没有吹牛, 这豆花真香, 真好吃, 还说起边关那场打了三年的仗, 天寒地冻, 胡蛮子诡计多端, 但他们还是打赢了, 将胡蛮子屠杀殆尽, 赶到沙虎口之外, 说到最后, 他们突然又不笑了, 气氛沉默了一会儿, 大家埋头吃豆花, 谁都没再抬起头, 最后一年轻小将起了身, 抹了把脸, 强硬地对我笑, 红着眼睛哽咽, 扫扫, 还有豆花吗, 多摆几碗放着吧, 我们还有很多人没有回来, 当初说好的一起来吃, 饭饱后, 陪二郎带回来的冰江, 有几人朝着荆州等方向 继续赶路回家, 匆匆跌过, 另有四人留在了云安县, 其中就有那年轻的韩小将, 陪二郎说, 这四人是光条汉, 家中已没了亲人, 纵然圣上特许探亲, 他们也无处可去, 所以都跟着他回来了, 我道, 探亲的消息传来, 我抽空回了大庙村, 如今家中已经收拾干净了, 可留他们住下, 我和小桃, 太母早就搬到了这铺子里住, 家中屋子应是够他们睡下, 陪二郎嗡了一声, 我知道, 放心, 即便没地方住, 他们也不会亏了自己, 几日后, 这四人结伴出现在狮子巷的丝招子里, 我才嘴角抽搐着明白了他的意思, 因太母腿脚不便, 铺子后院那间放杂物的厢房, 早就收拾出来给他住了, 铺面二楼的两间屋子, 原是我和小桃一人一间的, 自去年开始, 太母病了一段时间, 我每日天不亮, 就要起来忙活, 小桃读书之余, 为了减轻我的负担, 主动承担了照顾太母的任务, 搬去了楼下与她同睡, 二楼空出来的那间房, 便被我堆放了一些杂物, 空闲时, 我会在里面做些针线活, 我原是没打算 让陪二郎住铺子里的, 因楼上两间房挨得太近, 多有不便, 可她似乎也没打算 住到大庙村的家中, 那日她带四名部将去大庙村, 临走时对我道, 我去去就回, 我一瞬间有些愣了, 去去就回是何意? 难道她不住在那儿? 转念一想, 她匆匆回家, 还未正式拜见太母, 也还未见小桃, 定是想过来看看亲人, 于是便不再在意, 直到她后又回来, 小桃下了私塾, 兴奋地冲进铺子, 围着她又蹦又跳, 二哥, 二哥, 听说你如今是大将军了, 嫂子果然没有骗我, 她一早就说你很厉害, 肯定能当上大将军, 我在收拾桌子, 冷不丁地听她这么一说,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陪二郎, 结果正发现她也在看我, 一瞬间动作有些慌乱, 反倒是她, 泰然处之, 如晌午初见, 鲜薄唇角微微勾起, 隐约笑了一声, 然而小桃没高兴多久, 陪二郎盘问起了她的功课, 考她什么精识子集, 八股文, 小桃回答得磕磕巴巴, 苦着脸小心翼翼地看她, 二哥, 你怎么也会这些, 难不成在军中也要读书吗, 那是自然, 营中善学者, 也要送去军师那里授课, 否则人人都不识字, 如何看得懂冰书房图, 陪二郎声音清冷, 低沉凌厉, 想来对小桃的回答很不满意, 然小桃是个机灵的, 为等她开口训斥, 先嬉皮笑脸道, 二哥一路辛苦了, 赶快上去歇会儿吧, 衣服也换下洗洗, 都脏了, 说吧, 讨好的上前拽起她, 领着她往后院楼梯走, 我心下一紧, 赶忙地跟了过去, 那个, 二叔也要住在铺子里吗, 陪小桃回头看我, 不然呢, 楼上不是有空房吗, 陪二郎也回头看我, 扫扫没准备我的住处, 他面容冷卷, 声音也冷卷, 低沉中似乎还透着些许不快, 我心里一紧, 哪能呢, 准备了的, 只是以为二叔要和韩小将, 他们同住呢, 陪二郎这才面色好看一些, 开口道, 跟他们同住什么, 回家了自然是要和家里人待在一起的, 我愣了下, 总感觉他似乎不是三年前离开的那个陪二郎了, 但又觉得这本该就是他, 他具体是怎样的人, 我又怎会知道, 本就没过多地接触过, 但到底是心虚, 楼上那间空着的屋子, 连被褥都没铺, 针线箩筐摆了一桌子, 乱七八糟, 于是我硬着头皮上前, 对小桃道, 去去去, 帮忙收拾桌子去, 小桃答应得爽快, 似乎早就想溜了, 而我是一颗心七上八下的, 脚不发虚, 猛着脑子, 将它领到了我住的那间屋子, 好在房间很干净, 收拾得处处整洁, 床入都是我心晒洗过的, 窗子也开着通风, 即便这样, 还是隐约闻得到桂花油的香味, 被子上绣满了红艳艳的牡丹花, 帐子也是红纱的, 一眼看上去喜庆又俗气, 我善善道, 家里都是女眷, 所以都按着我们的喜好布置, 无妨, 裴二郎不慎在意, 将腰间的配件取下放桌子上, 然后开始卸身上的假衣, 我忙上前接过, 打算待会拿下去洗晒, 她里面穿了件深青色的蟹球, 衣领里侧也缝了一层密密的皮毛, 防止有风罐脖子里, 橙色不新, 是我去年给她做的那件, 我指了指她的军靴, 靴子也脱下巴, 我拿出去晒一晒, 二叔先稍作休息, 等晚上烧了热锅再洗澡, 我做了件新的蟹球给你, 就差逢边了, 待会收收尾, 刚好你洗完澡穿, 陪二郎嗨了一声, 我拿着她的假衣, 一只手拎靴子, 又问, 二叔这次能再加住多久? 越渝, 之后要回边关吗? 不去了, 要回华经常安营任职, 我忍不住择舌, 华经常安营, 天子脚下, 他这人当真是飞黄腾达了, 真好, 听说京中繁华, 人人都穿绸缎绫绫罗, 成天门的匾额是金子做的, 三重山上的古塔, 站在上面看得到咱们大厨每一个周郡, 待安顿下了, 在接你们过去, 陪二郎似乎心情不错, 低笑一声, 我愣了下, 反复咀嚼这句话, 心里叹息, 要接也是接小桃和太母, 我就罢了, 若我一直是他寡嫂, 自然也可以跟过去享福, 可我没准备再陪家手一辈子寡, 人与人之间的原分本就是有定数的, 我原本所求不过吃饱穿暖, 带着小桃和太母安身立命, 如今这些都实现了, 我也已经二十了, 到了这年龄, 与从前想的又有所不同, 总觉该为自己下半生, 盘算下了, 我起过嫁人的心思, 因为确实遇到了一个不错的人, 她是个秀才, 姓陈, 在小桃的那所私塾里做教书先生, 说来也巧, 当年在书寺抄书, 给过我一块炊饼的那个青年, 就是陈秀才, 秀才爹娘早逝, 家中就他自己, 他又一心只想考取功名, 至今媳妇也没张罗上, 我记得那块炊饼的恩情, 又连他家中无人, 尝做些吃食, 让小桃给他送去, 两年前他落榜过一次, 心灰意冷, 我在铺子里端了碗豆花给他, 鼓励他三年后重考, 秀才当时闷闷地问我, 你觉得我真能考上吗? 我连乡士都没考过, 能, 又不是没有重来的机会, 那些不惑之年的秀才 还在想着考举人, 你年纪轻轻, 学问又好, 总会考上的, 我其实相视那天身体不适, 冷得厉害, 我觉得我原意是可以考上的, 秀才红了眼睛, 我道, 对吗? 所以要用功读书, 也要好好吃饭, 该是你的中规, 还是你的? 玉娘, 我会的, 下次我一定能考上举人, 如果我考上了, 你, 你能不能, 看一看我, 看你什么? 我, 我想娶你做娘子, 可现在不成, 我家徒四壁, 我是个寡妇, 我不在意, 玉娘, 我真的不在意, 我觉得你好, 所以才想娶你, 跟你是不是寡妇, 没关系, 秀才急声解释, 脸红到了耳根, 我忍不住笑道, 行了, 说这些做什么, 你应该把心思用在下次考试上, 待你考上了再说, 我对秀才, 其实印象不错, 陪二郎回来后, 原本生意就不错的豆花铺子, 比从前更热闹了, 先是县城老爷亲自来吃豆花, 接着桃州府尹坐着马车也来了, 我这才知道, 边关战役中, 裴校尉先是奉命领了一千兵马, 过魂河路山, 与镇北大将军李应外河, 从胡蛮子手里夺下了五瓷县, 后又率军攻陷敌后, 活捉了胡人几千老弱妇儒, 当时有人提议留下俘虏, 以此来要挟胡帆, 结果裴校尉淡淡一句, 多此一举, 几千名妇儒全部屠杀, 焚烧干净, 下令时, 人人都到裴校尉手段狠立, 冷血无情, 消息传到华经, 有文官义愤填膺, 如此之举, 与蛮人合意, 当今天子是个明君, 素有人善之心, 而大楚对待战俘, 一向是角头不杀, 更何况是妇孺之流, 一时间, 裴校尉名声大噪, 褒贬不一, 直到战役结束, 镇北将军与老平西王入京, 见天子册封, 唯独没有赏赐战功居多的裴校尉, 不由提醒皇帝, 当初平成尸首, 武慈县百姓被图, 皆因借北关士兵, 可怜一个蛮人小孩, 给了他可乘之机, 在水里投赌, 战场上的人词, 便是将父辈受之于敌人, 谁能担保那几千父儒里, 没有心怀叵测之人, 没人比他们这些, 从边关回来的人, 更清楚胡蛮子的狡猾和狠毒, 老平西王道皇帝贵为天子, 当担天子之责, 皇帝心有愧疚, 当即下指封裴校尉为五位将军, 赏赐无数, 后又宣其静殿, 想给他个更大的体面, 封家里女眷一味告命, 裴家女眷, 除了年迈的太母, 也就剩个寡嫂了, 寡嫂家中操持, 上校太母, 下遇小姑, 守洁明礼, 当作表帅, 天子兴致盎然, 然裴二郎给拒绝了, 他给拒绝了, 拒绝了, 不过又听说, 皇帝问裴将军, 一同从边关回来的人, 朕都封赏了, 迟迟没有召你觐见, 你可有他想, 裴将军道, 有, 打算结甲归田, 回家卖豆花了, 皇帝憋了一憋, 因为他竟然觉得, 裴二郎声色淡淡, 神情却有些认真, 他是真的不太在意皇帝封赏, 经中来的三瓶五官格外金贵, 裴二郎自归家之后就没闲着, 县令老爷的酒可以不吃, 地方三瓶府饮和二瓶府台的面子, 却是要给的, 并且从他们的态度来看, 我觉得裴二郎日后还会有不可估量的前程, 这揣测定然是准的, 因为后来韩小将等人来铺子里吃豆花, 言谈间告诉我, 镇北将军冯继如, 十分看重裴二郎, 有招他做女婿的意向, 冯家在华京那是真正的赞英士族, 皇亲国妻, 冯继如将军不仅是宫内冯贵妃的亲哥哥, 康王殿下的亲舅舅, 还是当今太后大娘娘的娘家侄子, 冯家有三位上位出格的小姐, 冯将军有意将嫡出的小女婿给裴二郎, 这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 裴将军是要站在云端的人。 我文言忍不住问韩小将, 那位冯小姐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家小姐, 自然是好的, 只是听说一是嫡出幼女, 被家里养得骄纵了一些, 心气极高。 韩小将说完, 眼睛瞄向四周, 又低声对我道, 不过扫扫放心, 在咱们将军面前, 他是骄纵不起来了, 将军出去冯家, 冯小姐听说他爹要将他许给他, 打算给将军来个下马威, 好好捉弄下, 结果咱们将军压根没搭理他, 反倒是冯小姐, 见了人直接呆了, 从此连门也很少出, 听说是在家绣花养性子呢, 韩小将一副得意, 母样, 我意识点了点头, 我家二叔出身寒门, 虽配得是家贵女, 只怕让别人轻视了去, 如此甚好, 哪能呢, 他可是裴翼, 帅一千兵马赶过浑河路山, 以一己决断赶下令屠杀几千蛮人, 妇如, 这份破利烟能让人轻视了去, 妇人终归是妇人, 纵然知道裴二郎下令屠杀妇孺是正确的, 听韩小将妇佑提起, 仍旧心口一致, 万般不是滋味, 裴家二叔其实当真是个心狠之人, 然即便他心狠了些, 仍旧是裴家二叔, 尚未成婚之前, 该操持的还需我这个寡嫂来操持, 比方说他这次回家, 除了身上穿的那套假衣蟹球, 再为多戴一件衣物, 边疆气候严寒, 而京中及桃州却还没那么冷, 早晚穿蟹球正合适, 但晌午时分却热了些, 何况他如今少不得赴府台大人的宴, 于是我抽空去了布庄, 选了几匹好料子, 打算给他做两件刨衫, 从前都是按着自己的眼光来, 如今他回来了, 少不得要问问他的意思, 这便等到了很晚的时候, 我在竹台下缝着件黑高皮的带垫子, 忽听楼下后院传来声响, 接着是小桃问了句, 二哥,你又喝酒了, 嗯,陪二郎淡淡硬倒, 接着是脚步声渐进, 一墙之隔的那间屋子, 房门被推开, 我放下针线, 起身去问了他, 二叔, 我下午去布庄买了几匹布, 想做袍衫给你, 我想用绿卷做窄绣圆袍袍, 压青色的那匹, 颜色有些深, 做直领口的袍子合适, 袖子可收区, 然后用翡色绢布踩领子和袖边, 你觉得如何, 要是不喜欢的话, 我还多买了两体别的色, 屋内烛火轻化, 陪二郎正在关窗, 带回头看我, 见眉微挑, 声音低沉之中含了些许笑与柔光, 你来做主就好, 陪家二郎, 性子冷, 脸色也冷, 这次回来虽比从前更甚, 但我总觉得他在家人之间亲近了许多, 最起码不再是冷冰冰的一张脸, 偶尔也会眼中有笑意了, 我点了点头, 隔了段距离, 仍闻到了屋里的酒味, 于是又到, 二叔喝酒了, 我去楼下煮碗糖茶水, 你先坐坐, 厨房升了火, 糖茶水煮起来简单, 片刻便好, 带我将碗放在盘托上, 端去上了楼, 却没见陪二郎的人, 糖茶水放在桌上, 我起身去了自己的屋子, 果然, 一墙之隔, 陪二郎正在其中, 竹台运光下, 他身子挺拔, 正低头在看那几匹部, 以及桌上我的针线框, 二叔, 糖水煮好放桌上了, 嗯, 他应了一声, 却没有离开, 我有些疑惑, 他忽而笑道, 不是做衣服吗, 不量一下尺寸, 我回过神来, 呕了一声, 从筐里拿了尺子出来, 陪二郎身上还穿着我新做给他的蟹球, 素得雀蓝色, 衬得他长身玉立, 高挑其长, 他窥然而立, 烛光下面容棱角分明, 剑梅英挺, 坦然地摊开了双臂, 我拿着木材齿, 有些迟疑, 你身上这件不合适吗, 嗯, 有些紧, 紧吗, 那我把腰身放一放就可以了, 量一下吧, 肩背那儿也有些紧, 陪二郎声音低沉, 寻寻善诱, 想来是多年从君使然, 他连说话都带着些不容抗拒的意味, 我于是只得上前一步, 却将手中的木材齿放下了, 二叔见谅, 腰身这里我用手来量下巴, 比木齿量得准, 嗯, 有劳了, 我站在他面前, 伸出手去, 因他生得高大, 光影下显得我分外瘦小, 头顶还够不到他的下巴, 只能与他肩膀平起, 而他是习武之人, 身材威猛, 半个尖头就足以掩住我的脸, 距离近了, 我的手放在他腰上, 一寸寸丈量, 虽极力正色, 墙上光影却像是整个人都陷入他怀中, 纠缠一块, 陪二郎身材魁梧, 腰身紧实, 身上酒气与凌冽气息交织, 充斥袭来, 令人心里一颤, 我于是动作很轻很快, 手指虚无地按在他腰上, 还了一圈就收回, 脑子里正记着凉出的尺寸, 呼听他唤了我一声, 薛玉, 我抬头看他, 人还站在他面前, 距离甚近, 几乎看得到他俯身下来脸上, 每一个细微的表情, 发色如墨, 眉梢如远山, 长截下的眼眸蕴藏深沉与压抑, 藏着不为人知的心事一般, 他微微地抿着唇, 我方才还记着尺寸的脑子空白了下, 心里颤了颤, 总觉自己似乎错过了什么, 四目相对, 我一脸茫然与无措, 他声音有些哑, 又道, 尖背还没凉, 回过神来, 我发觉自己竟然有些手抖, 后背隐隐出了汗, 方才他的眼神, 与平日那个裴二叔又有些不同, 风锐至极, 像黑夜中的狼, 泛着隐隐的幽光, 果真是传闻中那个, 在战场上手段狠利, 杀人如麻的裴将军, 随便一个眼神都能让人胆战心惊, 我有些怕他, 停赴了下心绪, 为他良间被试, 我便找话题跟他闲谈, 以免气氛过于怪异, 二叔, 你和韩小将他们回来那日, 说的信是怎么回事, 什么叫若没有那封信, 还不知道有没有命来桃州郡吃豆花呢, 陪二郎沉默了下, 好一会儿才缓缓到, 我们设计攻下五瓷县的时候, 派了一队人马绕到魂河, 当时天寒地冻, 下了好几日的雪, 没想到半路遇上铁乐人的大批人马扎营, 敌众我寡, 打起来胜算很小, 而且耽误要事, 所以我带着他们躲到了鹿山, 铁乐人扎营三日, 我们就在鹿山冻了三日, 太冷了, 第一天夜里死了十几人, 第二天几百人, 第三天我对他们说, 我们陪家在桃州郡云安县开豆花铺子, 如果他们活下去, 日后我带他们去吃豆花和鸡杂汤, 他们不信, 说校尾骗人, 我身上刚好有你寄过来的信, 所以就拿出来念给他们听, 他们就全信了, 家中一切安好, 太母胃口不错, 为小桃读书不用工, 铺子里的豆花越做越好了, 街坊都说有当年陪大伯的手艺, 我们如今还卖鸡杂汤, 十五文一碗, 里面有粉, 可以泡饼, 冬天吃一碗很暖和, 带二叔回来, 可好好地尝一尝, 盼平安归家, 陪二郎一字不差地背着信上内容, 晕黄灯光下, 他面容柔和, 却似有痛涩, 声音很慢, 很轻, 最后低笑一声, 我突然感觉有些酸楚, 不由得就着手, 对他道, 二叔, 行军打仗, 难免遇到各种突发状况, 没办法的, 不, 有办法, 陪二郎看着我, 眼眸悠悠, 我们有马, 把马载了躺马肚子里, 或者饮几碗马血, 都不至于死那么多人, 可是一旦那么做了, 势必要耽误军令, 斩杀战马更是罪责一桩, 所以是我在军令和单则之中, 选择了舍弃他们, 这不是你的错, 那种情况下, 没人知道哪种抉择是正确的, 斩杀一匹马容易, 开了这个头, 你们也不见得都能活下去, 二叔, 我信你做的每一个抉择都是深思熟虑过的, 军令如山, 历来如此, 可我的安慰似乎并没有起作用, 他静默地看着我, 嘴角勾起淡淡嘲讽, 对, 下令屠杀几千妇孺, 也是深思熟虑过的, 虽然很残忍, 也很可怜, 但是错不在你, 那么错在谁呢? 错在他们是胡人, 我们是汉人, 错在他们生于蛮荒, 我们生于春景, 错在他们想屠杀掠夺, 我们想保家卫国, 错在他们想吃饱穿暖, 我们也想耕地种田, 女人天生是感性柔弱了些, 我说着, 声音不由的有些哽咽, 本就是拼杀的死局, 你非要说出个对错, 你若是错了, 别人做的也不见得是对的, 谁又不是天上的神仙, 哪里能滴水不漏, 木瓢用久了都开裂呢, 话虽如此, 毕竟是几千条, 人命, 说着说着, 眼眶发热, 我很没出息地抹了下泪, 陪二郎静静地看着我, 眸子依旧忧深, 却不知不觉柔和许多, 声音也软了下来, 好了, 哭什么, 不说这个了, 我今日在府台大人府上, 见到了徐县令, 我抹眼泪的手停下, 有些疑惑地看着他, 然后呢, 然后, 听说了你当年拎着菜刀把你爹告上衙门, 还挨了二十大板的事, 那位徐县令, 正是云安县衙门的县官, 作为当初的审案人, 突然得知, 陪家出了位金官三品将军, 而寡嫂刚好被他打过二十大板, 为了防止陪二郎秋后算账, 想必才尚赶着主动提起的, 想也知道他是如何圆滑, 先说自己出于孝涕, 考虑打了陪家寡嫂, 然寡嫂刚烈不阿, 仁义两全, 是忠诚致勇的其女子, 令人尊敬万分, 或许他还在庆幸, 幸亏陪二郎拒绝了天子册封, 否则寡嫂真的得了个告命, 他才真的苦涩, 那些过往之事, 如今想来倒也觉得无关紧要, 我忍不住笑了一声, 是呢, 那时冲动, 做事不够周全, 不仅钱没要来, 挨了板子, 还被人骂是不孝女, 仔细想来真是得不偿失, 何人敢乱嚼舌根, 嗨, 青瓜难断家务事, 议论起来本就说什么的都有, 随他们说去, 我又不会少块肉, 我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陪二郎的目光随即停在我身上, 又挪开, 道, 遇到了那样的难事, 为何不写信告诉我, 说这个做什么, 好没意思, 二叔在军中也不易啊, 我瞧着韩小将他们的花销, 也没少使银子, 二叔把钱都寄回家中, 想来那时也很拮据, 没有, 我花不了他们那么多, 一语作罢, 我闹了个脸红, 因为好巧不巧, 前两日我在县城买菜, 看到了韩小将等人, 见他们往狮子巷去的, 还以为是来找陪二叔, 结果回去之后, 未在铺子里见到人, 我还特意问他, 当时他看了我一眼, 轻飘飘道, 没来找我, 那他们去哪儿了? 我看着他们进了狮子巷, 不必管, 随他们去, 那怎么成, 寄来了狮子巷, 咱们定要招待的, 我菜都买了, 二叔知道他们在哪儿, 就去叫一声吧, 不叫, 嗯, 他们在哪儿, 我去叫, 我认真地问他, 他挑眉看我, 眼眸漆黑, 然后勾了勾嘴角, 似笑非笑, 秦楼, 狮子巷周瞧东, 四招祭馆, 以秦楼最为出名, 我的脸立刻红了, 不再言语, 转身离开, 陪二郎归家这段时日, 其实我过得很是轻松, 因为他每天晨练, 比我起得还早, 天还没亮, 带我到了后院, 他都已经把豆子磨成浆过滤好了, 看到我还会问一句, 怎么不多睡一会儿, 纵然他从前是家里卖豆花的孩子, 如今已经成了金官, 怎可再来干这种粗活, 我于是十分不好意思, 想着下次一定要更早起来, 在他之前把活干完, 结果当我饮食就匆匆起来, 还没到后院, 在楼梯处看到他仅穿了件单衣, 院中练剑, 汗进衣衫, 带练完了, 用方帕子擦擦汗, 便开始卷袖墨浆, 背挺肩宽, 有四封腰, 单薄衣衫下, 身形轮廓皆是硬朗, 小臂粗壮剑说, 这, 属实不是一个寡嫂该看到的, 我骚得又回了房间, 陪二郎归家第十日, 姑姐陪梅来了豆花铺子, 马车上下来的少妇人, 穿了剑侠色软烟罗被子, 峨眉清扫, 博尸粉带, 款款走来, 身姿纤细, 一见陪二, 他就红着眼睛唤了一声, 二郎, 倒是西汉, 朱里长家的大公子, 此次也跟着一起来了, 朱公子身形高瘦, 面上颧骨突出, 眼神显得阴郁, 透着骨精光, 夫妇二人坐在铺子里, 一个哭哭啼啼以怕抹泪, 一个端着架子, 坐得挺直, 自进了门, 朱公子便没开口说话, 看那模样还在等着陪二郎先来问候他这个当姐夫的, 可惜坐在他们对面的金冠, 似乎不是那么手里结, 陪梅献与姐弟相见的情绪中无法自拔, 言语间谈及爹娘, 也谈及大郎, 最终感慨二郎如今出息了, 光宗耀祖, 他这个当姐姐深以为荣, 阳光斜射到铺子里, 映在陪二郎却蓝色的衣服上, 光线柔和, 那张冷若冰霜的脸也显得温凉许多, 自他归家, 生活安逸, 小妹, 太母相依, 无战场纷争渲染, 身上的戾气和灵力感少了许多, 若脸去眼底的深沉风锐, 倒也生出几分公子如玉的温润, 可眼下他撵着杯子, 淡淡地扫了一眼陪眉, 张口闭口都是死去之人, 怎么不问问活着的人怎样, 声色狠淡的一句话, 听不出半点情绪, 可裴眉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握紧了手中帕子, 垂泪道, 二郎, 而那清高的朱公子, 终于也沉不住气了, 道, 二弟此话诧异, 我们这次来, 就是想接小妹和老太太去朱家享福的, 我提着茶壶, 郑玉走过去欺茶, 闻言愣了一愣, 朱家公子穆涵嫌弃地打量着店铺上下, 言谈间皆是太母和妹妹在这种地方受苦了, 当初他就提议把人接到朱家, 只陪媒不肯, 说家中还有一位兄弟, 再不计还有一位寡嫂, 他这个嫁出的女儿把人接去了, 他们又该如何自处, 焉能不被人议论指点, 一堆冠冕堂皇的话, 说到最后反倒有几分战礼, 而他们此行的目的, 正是说担心太母, 据闻从年前开始老人家身体变不太好, 陪媒自幼是被他带大的, 心疼太母, 也想尽尽孝, 将人接去遗养, 最后二人痛快地表示, 二弟还要去京中复职, 日后就放心地把人交给他们吧, 不必, 我会把他们全都带去, 全程, 陪二郎声音冷淡, 态度也疏离, 陪媒愣了一愣, 你要带他们去华京, 连他也带去, 陪媒突然回头, 用手指了指我, 陪二郎眯起眼睛, 神情一瞬间变得冷峻, 你有意见, 灵力之中夹杂着冷意, 仿佛他又成了刚刚战场归来的那人, 周遭都是阴沉之感, 陪媒颤了一颤, 脸色发白, 没有, 那就回吧, 他冷淡递下了逐客令, 陪媒咬着唇, 眼圈通红, 我站在远处, 看到桌子底下朱家公子踢了他一脚, 他又是一颤, 泪如雨下, 鼓起勇气对陪二郎道, 二郎, 听说你赴了府台大人的宴, 一定也见过徐县令了, 他们衙门前不久, 有个教育的空缺, 你可否去说一下, 让你姐夫去顶上, 县衙教育是县学的考官, 管文庙祭祀, 教育生源, 怎么也得是举人老爷的身份, 才担得。 而朱家公子, 而历之年连个秀才都没考上, 果然, 裴二郎被气到了, 他勾了勾嘴角, 眼眸深如寒潭, 看着朱家公子, 不客气地敲了下桌子, 你想去衙门任教, 兴许声音太过阴寒, 朱公子脸色一白, 目光躲闪, 是你姐姐想让我去, 她是个没脑子的, 你脑子也没了, 不清楚自己什么金粮, 好一顿难堪, 天陪二郎还是硬压着火说的, 凌人的气势下, 夫妇俩没了言语, 既不敢怒, 也不敢言。 待他们二人狼狈走后, 我去给陪二郎倒了杯茶, 他目光摇摇地望着铺外, 眼看马车走远了, 薄笑了一声, 你看, 从进门到离开, 他未曾开口问过他一句, 也没说要看他一眼, 然而他自己也知道, 小时候泰姆最疼的就是他, 小时候泰姆最疼的就是他, 而沈娘自然最疼大郎, 沈好的茶还是温热的, 我握了握茶杯, 推给了他, 二叔喝茶吧, 陪二郎侧目看我, 薛玉, 我当年并非不知他是怎样的人, 只是没有法子罢了, 好在那时有你, 好在那时有你, 否则我怕又是难逃罪责了, 突如其来的一句谢, 使得我有些无措, 半赏, 仗红了脸晒晒道, 二叔, 你怎么又叫我名字, 连叫我两次薛玉了, 我做错了什么, 突然得不到家中小叔的尊重了, 一颗心忐忑起来, 然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忽悠勾了勾嘴角, 轻唤道, 扫扫, 称呼回来了, 然而两个相同的字在他唇齿间绕弄, 轻唤出口, 百转千回, 显得尤为浅犬伸长, 我又开始不安了, 陪二郎原是要在家中待越鱼的, 然只过了半月, 朝廷突然来了指令, 华京长安营大小官员, 全部即刻回京, 不得耽搁, 韩小将等人早早地赶到了狮子下, 要与他一同返京, 我有些奇怪, 在帮他整理东西时, 问道, 突然让回去, 可是京中发生了什么事, 据说是长安军营查出了走私军火的案子, 数额太大, 牵连甚广, 所有人都需回去接受盘查, 哎呀, 这可是件大事, 二叔可要谨慎一些, 不必紧张, 我尚未复职, 也卷不到什么势里去。 京中虽然繁华, 但听人说官场诡诀, 天子脚下也不是那么好混的, 平安无事最好, 否则还不如做个地方官, 逍遥自在, 那如何比得, 华京随便派来个官, 地方官员都要抖一抖, 其实都是一样的, 没什么逍遥自然, 倒不如往高处挤, 抵住中流, 反而站得更稳, 嗯, 二叔言之有理, 是我目光短浅了, 我点头赞同他的话, 他勾了勾嘴角, 将手中一个匣子递给了我, 这是什么, 接过打开, 整整一后榻银票, 我诧异地看着他, 多少, 一万两, 二叔哪来的钱, 第一次见这么多, 我很没出息地手抖了, 声音也跟着抖, 放心, 不偷不抢, 皇上给的赏金, 我给换成了银票, 他低笑一声, 我这才安了心, 将匣子合上, 附幼还给了他, 二叔收好了, 你来收, 这如何使得, 如何使不得, 他挑眉看我, 青抬眼皮, 我于是想了想, 当真的拿在了手里, 那成, 我先帮二叔收着, 带二叔和冯小姐, 成亲了再交给, 薛玉, 你胡说什么, 我话未说完, 他突然打断, 面色不善, 声音也沉了, 下来, 什么冯小姐, 哪里来的冯小姐, 谁在跟你乱搅舌根, 不是镇北江军府冯家的小姐吗, 二叔不喜欢他, 我若若道, 他这反应, 把人吓了一跳, 我下意识地以为, 是他不喜欢那位冯小姐, 他也果真从鼻子里冷哼一声, 不喜欢, 哦, 那算了, 过日子, 还是要找个心仪的才好, 二叔若是不喜欢, 冯家门眉再高, 咱们也不去攀, 京中贵女众多, 倒也不急, 慢慢来吧, 京中贵女众多, 与我何干? 你莫要再胡言乱语, 他突然又皱眉来了脾气, 语气阴沉, 我一连被他训斥, 紧张不安, 也不知哪里说错了, 心里有些憋屈, 也很不好受, 但想着他马上就要走了, 也不打算计较, 于是转移话题, 轻声问他, 这银票, 我能拿出一百两用吗? 当然, 随便你怎么花, 哎, 我就只要一百两, 我一瞬间又变得高兴起来, 我以前帮不装搬货的时候, 看到一匹段子, 要几十两银子呢, 叫什么浮光锦, 还是装花段, 我都想了三年了, 真的很想裁件那样料子的衣裳, 二叔如今有钱了, 就给我裁一件, 给小陶裁一件, 太母裁一件, 人在逾越之下, 话不免有些多, 裴二郎, 眸子深邃地看着我, 忽然插了句, 你可以多裁几件, 想裁多少就裁多少, 今后都是这样, 我愣了下, 有些不明白他的意思, 他漆黑眼底闪过碎光, 又开口问我, 你还有什么东西没拿给我吗, 什么东西, 我不明所以, 精中气候不比边疆, 其实那些多半也用不到了, 不过既然你都做好了, 那便拿给我吧, 指不定哪天可以用, 二叔说的什么, 呼吸, 我脑子抽了下, 随即张了张嘴, 上次帮他两尺寸时, 我的针线框里确实有做好的一套呼吸, 还有黑高毛的一条垫子, 不过那是给陈秀才做的, 秀才上次相试受了寒, 马上又逢三年一考, 我提前几个月帮他做了呼吸和垫子, 用的都是很厚的黑高球皮, 眼下陪二郎让我去拿, 我想张嘴解释, 可怎么也说不出那是给别人的, 于是只得回了房间, 拿了呼吸给他, 垫子呢, 二叔用不上那个, 先放家里吧, 用得上, 去拿, 他不容抗拒, 陪二郎离开的时候, 又穿回了那套玄色铠甲, 他去与太母告别, 近一年来愈发痴呆的太母, 生气地用拐杖打他, 你怎么又要走, 你走了小玉怎么办,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有孩子, 你都多大了, 憋孙儿, 你到底行不行, 要加把劲啊, 身着铠甲的年轻将军, 蹲在他面前, 泰然处之, 却红透了耳根, 我一阵头皮发紧, 也不敢去看他, 只得上前拉着太母, 急到, 他是二郎, 是二郎呀, 太母你认错人了, 想骗我, 你当我傻, 我亲眼看到, 你跟他拜的堂, 是不是他又赶你走了, 他不要你了, 你别害怕, 看我不打他, 转眼又过年冠, 陪二叔回京已有三个月, 自他走后, 生活一如既往, 却又有了些变化, 阿湘病到了, 很长一段时间没来铺子, 大庙村的吴寡妇来了, 跟我打听韩小将, 我这才知道, 韩小将等人住在大庙村的时候, 没少吃人家吴寡妇送来的饭菜, 然后那韩小将仗着几分不错的姿色, 把吴寡妇给睡了, 还承诺了要娶人家, 结果跟陪二叔回京时, 他是偷偷摸摸走的, 连个招呼都没打, 我不由得对吴翠柳道, 你怎么能信他呢, 他可不是什么好男人, 嗨, 男人有几个好的, 反正我不管, 他承诺了要娶我, 躲到皇帝老子那里, 我也得把他找出来, 找出来又怎样, 他要就是不肯娶你呢, 那我淹了他, 然后他就真的收拾收拾东西, 上京了, 裴小桃在他背后竖起大拇指, 寡妇就是牛, 敢去经理烟人, 不愧是吃过咱们家两个鸡屁股的人, 无辈之楷模, 了不起, 我一凉凉地看着他, 今天没去私塾, 秀才工不是准备考试去了吗, 新来的教书先生还没到, 那去后院拔碗洗了, 呜呜呜, 好, 阿湘病了有些日子了, 实在忙不过来, 铺子里招了个跑堂伙计, 伙计很能干, 我便轻松不少, 赏武得空去看了阿湘, 回来的路上, 顺便去晶云布庄买了两批布, 是我心心念念的浮光锦, 光彩动摇, 官知炫目, 欢欢喜喜地拿回家, 在房内裁了一下午的衣裳, 又过半月, 赵大叔来铺子里找了我, 魁梧的牙翼汉子, 见到我就双目通红, 跪地求我舅舅他们嫁阿湘, 我当下皱眉, 请他坐下慢慢说, 赵大叔说, 阿湘近来很不好了, 今日又请了个大夫来看, 大夫竟然说是新家, 这可是会死人的病, 我心里一紧, 前几日去看阿湘, 确实见他销瘦得厉害, 脸色也很难看, 唇无血色, 当时赵大叔不在, 他告诉我说, 请过大夫了, 诊断是气血虚, 养一养就好了, 我还掏了十几两银子, 去医馆买了支上好的餐给他, 赵大叔说, 阿湘是心病, 二郎再不回来, 他怕是好不了了, 直接把我听呆了, 阿湘喜欢陪二叔, 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赵大叔和陪老爹是老乡时, 以前的陪家豆花铺子, 赵大叔经常带年幼的阿湘, 来吃豆花, 那时他还是个活泼的姑娘, 腿没有瘸, 陪家大郎喜好读书, 上了私塾, 二郎自幼顽劣, 从不肯老老实实地 待在铺子里帮忙, 反而是陪老爹, 经常放下手头生意, 满线成地去寻他, 因为他没在铺子里帮忙时, 多半也没老实在家待着, 常跟附近十里八乡的地痞流氓, 混迹在县城郊西外门, 陪老爹怕他惹事, 每次将他逮住, 就回铺子, 总是怒其混账地训斥他, 而阿湘一边吃着碗里的豆花, 一边看他被骂, 少年眉眼结傲, 有时脸上还带着瘀伤, 一脸不服, 背对着他爹翻白眼, 阿湘忍不住笑出了声, 然后二郎扬眉看他, 黑漆漆的眼睛, 透着年少的乖张, 凶狠道, 笑个屁, 阿湘有些怕, 威紧了赵大叔, 又见陪老爹握着长勺去敲他脑袋, 臭小子, 别欺负阿湘, 陪老爹做了半辈子的营生, 其实最想把手艺传给二郎, 可惜二郎实在难以管教, 他便想着日后寻一个厉害的岳杖给他, 这岳杖就是赵大叔, 我后来见到的赵大叔, 是个很普通的牙医, 但曾经他是个很威风的捕快, 寻接管案, 对付那帮地痞泼皮从不手软, 而世上有的是穷凶极恶之人, 直到他有次回家, 没有看到十一岁的阿湘, 才慌了神, 几个恶棍, 因为记恨召集, 绑了他闺女, 西外门城郊野地破庙, 小女孩被打折了左腿, 惨遭监污, 索性他见到了路过闺家的陪二郎, 二郎自然是认识那几人的, 他们在目露凶光地警告他, 陪一, 别多管闲事, 赶紧滚, 少年面色生冷, 瞥了一眼就走了, 阿湘满脸泪痕, 颤抖而绝望地哭不出声, 而后, 他眼看着那几人, 宁笑着扯他衣服, 又眼看着折返回来的陪二郎, 手里拿着砖头, 眉眼狠利, 恶狠狠地砸向其中一人的脑袋, 动作又狠又快, 一脸几下重击, 声音沉闷, 溅了他满脸的血, 其余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人已经被打死了, 脑袋血肉模糊, 躺出白花花的脑浆, 闹出了人命, 野地破庙很快恢复寂静, 夜幕天黑, 陪二郎将阿湘驼到了他家门口, 放下就离开了, 然后他归了家, 问他爹打死了人怎么办, 后来, 二郎去了军营, 赵大叔对外称阿湘的腿, 是在家门口衰瘸的, 可阿湘还记得, 那少年不宽厚, 却很有力气的尖辈, 还记得豆花铺子里, 他浓眉一条, 凶巴巴地骂他, 笑个屁, 他长相桀骜, 眉眼乖张, 却是真的好看, 哦对了, 裴伯伯曾经跟他爹爹开玩笑, 说以后让他给二郎当媳妇来着, 可是二郎走了之后, 再也没回来, 裴伯伯出殡他也没回来, 据说是因为他那时调遣去了边关, 且是营里年纪最小的一个兵, 不受人待见, 也没资格告假探亲, 又过了几年, 大郎成亲, 他总算回来了, 但阿湘没机会见他, 他是个很少出门的瘸子, 而他在家匆匆待了几日, 就回去了, 裴伯伯已经死了, 没人再提议让他给二郎做媳妇, 他爹也不提, 那件事过后, 像是有一条分水岭, 永远地把他和二郎隔开了, 他是个瘸子, 配不上二郎了, 人若是习惯了待在底下, 不曾生出希望, 也不曾往上爬, 兴许就不会有那么多奢望, 阿湘孤注一掷地把嫁妆钱拿出来开铺子, 不仅是为他自己, 更是为了二郎, 与裴家的寡嫂一起迎胜, 是他接近二郎唯一的机会, 也确实如此, 铺子开了三年半, 他终于见到了二郎, 没人知道, 他的手在不停地发抖, 按在自己瘸了的左腿上, 疼得麻木, 使了多大的力才让自己保持镇定, 仰起笑脸, 二郎当了将军, 再也不是年少时那个乖张胸巴巴的少年了, 他稳重, 灵力, 眼眸深沉, 他曾为他杀过人, 可他似乎忘了他是谁, 看到寡嫂介绍说这是赵大叔家的阿湘姑娘, 他淡淡扫了一眼, 眼中毫无波澜, 后来自始至终, 他没再多看他一眼, 年少时的一场梦, 该醒了, 崩在心里好多年的那条线, 断了, 线断了, 人就突然泄了气, 再也立不起来了, 二郎走后, 他就病倒了, 赵大叔哭红了眼, 他这么将啊, 我早就说过, 且不说二郎如今成了将军, 就算他不做将军, 是个普通的兵又怎么样, 咱们配不上人家了, 二郎这样的人, 怎么会取一个瘸子, 他那点心思以为藏得住, 我想着就让他折腾吧, 这么多年了, 不见二郎一面他不会死心, 但我没想到, 见到了人, 他不仅心思了, 连人也撑不住了, 我给裴二叔写了信, 问他进来可好, 可还有空回云安县, 我知道他很忙, 长安军营的军火走私案, 牵连甚广, 连康王殿下都扯了进来, 京内官场遭到大清洗, 而裴二郎作为新妇任的武官, 弟子干净, 毫无疑问地赶上了好时候, 直接升了二品, 短时间内, 他是没办法回来了, 如此又过了半月, 阿湘的身子越来越差, 我终于急了, 拿着自己心裁的衣裳, 拎着炖了好久的鸡汤, 带着小桃去了赵大叔家, 小桃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到了屋里就嚷嚷, 阿湘姐姐, 不就是个男的吗? 你要学学我们村的五寡妇, 得不到就淹了她, 阿湘气色实再差, 忍不住闽唇笑, 也是面容憔悴枯搞, 我拿出那件浮光锦的新衣递给她, 好看吧, 我特意选的碧霞色, 穿上跟披了云彩一样, 你快试试, 穿好了喝碗鸡汤, 咱们去周桥转转, 晚上有灯会呢, 不去了, 我浑身没劲, 实在起不来, 阿湘, 玉娘, 这衣裳真好看, 可惜我出不了门, 你能穿了给我瞧瞧吗? 阿湘声音轻柔, 眼神显得空落落的, 我忍不住撑她, 出不了门就留着以后穿, 有的是机会, 你先把鸡汤喝了, 我喝不下, 心慌得厉害, 真的, 我也想喝, 也知道我爹难受, 可我好像真的不成了, 玉娘, 我不想死, 可我撑不住, 从阿湘家出来, 我眼泪就没断过, 在她的要求下, 我穿了那件碧霞色的浮光颈裙, 她说头发散下来, 才好看, 我这个多年的寡妇, 就重新用簪子挽了记, 长发大都披散下来, 垂落至腰记, 阿湘说, 玉娘, 你真好看, 眼睛好看, 嘴巴也好看, 像把云彩披在了身上, 你今晚去帮我看看周桥的灯会好不好, 她好像撑不过今晚了, 我边走边哭, 在街上穿过人群, 眼泪汹涌, 小桃从一开始的过躁, 也变得开始紧张, 嫂子, 你哭什么? 阿湘姐姐要死了吗? 她方才说的难道都是遗言, 然后, 我们俩就一起边走边哭, 边哭边走, 街上人群纷纷回顾, 议论不止, 我和小桃从县城大街拐进狮子巷, 从狮子巷走向南州桥, 天色渐晚, 街上的花灯开始点燃, 泪眼朦胧间, 走到了豆花铺子, 我竟然产生了幻觉, 看到裴二叔站在铺子门口, 穿了件墨色香银边的流云文禁装, 腰身紧实, 深如玉树, 然后, 她朝我们抬眸看了一眼, 愣住, 那不是我二哥吗? 她怎么回来了? 小桃边哭边问我, 不, 不知道啊, 她怎么回来了? 我边哭边回答, 接着我反应过来, 放声大哭, 哇哇哇地朝她跑去, 冲劲太大, 直接一头撞到了她怀里, 激动得语无伦次, 二叔, 二叔可来了, 你怎么现在才来? 呜呜呜, 陪二郎稳住我的身子, 先是用手握住我的肩头, 皱眉打量, 然后用母指抹了下 我泪如泉涌的眼睛, 声音竟有几分疼惜, 怎么了, 先别哭, 眼睛都哭肿了, 带到我抽气着告诉她事情原委, 并拉着她转身去赵大叔家, 身后传来小桃更加嘹亮的哭声, 哇哇哇, 原来阿湘姐姐得不到的人是我哥呀, 从赵大叔家出来, 我已经情绪十分稳定, 不知陪二郎在屋子里跟阿湘说了什么, 出来的时候, 他脸色便不太好看, 回铺子的路上我问他, 二叔, 你怎么了, 阿湘没事吧, 他抿了下唇, 像是在压抑自己的情绪, 没事, 没事就好, 他这是心病, 瘀毒不通, 大夫说还需新药来医, 写信问我什么时候回来, 就是为这事, 陪二郎突然打断我的话, 是啊, 我都快急死了, 是吗, 他突然停下脚步, 眸子黑沉沉地看着我, 冷笑一声, 我不一样, 我快蠢死了, 我愣了下, 不知他什么意思, 也觉得匪夷所思, 他这样的大将军, 怎会说出这样奇怪的话, 你, 你怎么会蠢, 你可是朝廷的二品大员, 你要是蠢, 圣上也不会要你, 思, 陪二郎轻撕了一声, 似乎隐忍着什么情绪, 对上我不明所以又忐忑不安的眼睛, 二叔, 我是不是又说错了什么, 我有些不知所措, 他忽悠笑了, 没有, 这是你心裁的衣裳, 嗯嗯, 一百两银子才买了三匹布, 太贵了, 毕竟是花他银子买的, 我颇是不好意思, 他倒是不在意, 声音低沉含笑, 不贵, 物超所值, 很好看, 是吧, 我也觉得好看, 可我还是肉疼得不行, 林了又跟那掌柜还价, 多拿了他一匹上好的宿卷布, 他还不乐意, 我挺高兴, 想跟他仔细讲讲占便宜的过程, 一抬头, 看到他漆黑的眼睛, 眼底蕴含着细碎的光, 突然心里有点慌, 他方才说什么来着, 很好看, 二, 二叔, 天不早了, 咱们赶紧回铺子看看太母吧, 不急, 我方才看过他了, 精神很好, 手劲也很大, 他又用拐杖打你了, 完了, 我好像比之前更慌了, 一路走回铺子, 狮子向至周桥, 青石板路向前伸展, 两侧花灯高悬, 一派通明, 周桥附近更是热闹, 花灯琳琅, 升骨鼎沸, 还有秦楼的妓子在和尚画房里弹琵琶, 陪二郎回来得很巧, 今日有花灯会, 到了铺子门口, 也没有回去, 他说多年未逛过灯会了, 让我带他去乔西走一走, 我倒要回去照看下太母, 他说有小桃在, 不用担心, 然后就这么静静地看着我, 挺拔的鼻梁与健眉, 像是险峻的风, 这人向来是不容抗拒的, 我于是善笑两声, 走在前面为他引路, 街边还买了一盏兔子灯, 人流鼎沸, 我在前, 他在后, 手中的兔子灯燃着一团光芒, 大概是我穿了件极耀眼的衣裳, 一路很多人看我, 连同那如芒在背的目光, 实在令我心慌, 然后一个不小心崴了一脚, 陪二郎适时地伸出手扶住了我, 人流之中我们俩挤到了桥边, 他关切的声音从我头顶传来, 疼吗? 我背你, 啊? 不用, 二叔扶我一下即可, 灯会没逛完, 那只有力的大手, 就这么扶着我, 一瘸一拐地回了豆花铺子, 好巧不巧的, 看到了等在门口的秀才, 陈秀才隔着老远看我瘸了腿, 紧张地走来, 慌道, 玉娘, 你怎么了? 没事, 歪到了脚而已, 他伸出了手, 似是想从陪二郎手中把我接过来, 这举止有些僭越, 果不其然, 陪二郎面色沉了下来, 看着秀才, 眸子冷冷, 我心里一紧, 立刻道, 秀才, 这是我家二叔, 今日刚从京中回来, 秀才自然是知道他的, 只是没有正式打过照面而已, 他是个温文有礼的人, 去深潮陪二郎行了个一礼, 陪将军, 陪二郎没说话, 依旧静静地看着他, 一点面子也没给, 我有些尴尬, 又道, 二叔, 秀才公园是咱们小桃的教书先生, 如今考过了乡市, 三月里他就要入京赶考了, 他终于有了反应, 神情依旧淡漠, 春围应在二月, 为何三月里才去京中, 秀才忙到, 原是在二月的, 今年年官朝中多事, 圣上前不久下旨将殿市 改到了五月里, 朝中多事, 想来便是那庄军火暗闹的了, 陪二郎点了点头, 没再说话, 我接着道, 三月春围也应准备出发了, 东西可都收拾好了, 收拾好了, 该带的都带了, 相试时正值天寒, 如今已然回暖, 护膝便不再带去了, 玉娘做的那只黑钢毛带电甚好, 我带上了, 考试时可放在凳子上, 那个, 秀才你先回去吧, 我站着有些累, 今日不多聊了, 哦, 好, 那你记得扶下脚, 不然明天走不成路了, 秀才依依不舍地朝我们一里离开, 三不两回头, 我也不知为何, 心里直发虚, 没敢再去看陪二郎, 搭拉着脑袋, 被他搀扶着回了二楼房间, 进了屋子, 不用再面对陪二郎, 顿时松了口气, 方才之举, 并不是秀才见月, 而是在他考上举人之后, 已经同我商议过, 想在进京赶考之前, 将我们二人的事给定下, 所谓的定下, 自然是要告诉陪家人, 所谓的陪家人, 自然是陪二郎了, 放弃书他早就签给我了, 我要嫁给秀才, 没什么余礼不合的, 只是名义上到底是他家寡嫂, 相伴多年, 该跟他商榷一下, 他今日回了云安县, 正是机会, 可是我不知为何心里发虚, 总觉得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 这么一想, 又不太舒服, 没头没抢, 有什么不光彩的,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大将军家的寡嫂, 不想守洁, 一点也不丢人, 更何况, 我感觉陪二郎这次回来, 总显得怪怪的, 让人心里没底, 我下定决心, 明日见了他, 就跟他说这件事, 正想着, 房门突然被人敲了下, 我忙道, 谁, 二叔, 何事, 我拿了药酒, 你把脚敷一下, 哦, 好, 我瘸着脚走去开了门, 看到站在门外的陪二郎, 从他手里接过了药瓶, 心里琢磨着要不趁这个机会, 现在就跟他说一下秀才的事, 于是开口道, 二叔, 有件事, 刚说了几个字, 突然发觉不太对, 陪二郎穿戴整齐, 手握配件, 似是要出门的样子, 二叔要出门, 去哪儿, 江州县, 怎么刚来就要走, 这趟出来本就是为了公事, 只是恰好途径逃州来看你们一眼, 天都那么晚了, 二叔一路小心, 注意安全, 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 没什么要紧事, 等你回来再说吧, 陪二郎环臂握件, 身材高挺, 气息凌人, 眼睛落在我身上, 轻笑一声, 我倒是有妆, 要紧事, 要问你, 先前拿给我的护膝和口袋垫, 是做给旁人的, 是, 为何要给他做那些, 想清楚再说, 他声音沉下, 面露不悦, 我结结巴巴地解释, 秀才, 秀才人很好, 以前帮过我, 在私塾带小桃也不错, 而且, 而且人家无父无母, 上次因为风寒耽误了考试, 所以我才, 所以我才, 下不为例, 以后不许再做给他, 他皱起了眉头, 面容依旧冷着, 声音却已经软了几分, 迟钝如我, 似乎终于反应过来, 二郎带我, 有些奇怪, 心下生出恐慌, 我忙道, 不是, 二叔, 我有话想跟你说, 不急, 等我回来, 我也有话跟你说, 他这一走, 又是一个月, 秀才没几天也走了, 入京赶考, 临走前他问我, 玉娘, 你可跟家中二叔说了咱俩的事, 还没, 这次等他回来就说, 我有些慌, 但秀才没察觉, 自顾自道, 我感觉裴将军似乎不喜欢我, 但你放心, 待我这次考取功名, 兴许能令他高看一眼, 那你好好考, 嗯, 我会的, 阿湘近来身子好了许多, 已经能够出门走动, 来铺子里帮忙了, 不过店里新来的那小伙计, 看到他动手就抢着干活, 什么也不让他做, 我有些好奇, 陪二郎跟他说了什么, 忍不住问他, 他说他倒也没说什么, 只是看着他淡淡道, 当初我救你, 是希望你活下去, 为你自己活, 而不是把指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阿湘还苦笑道, 玉娘, 你家二叔说话真的太狠了, 他还说如果料到我今日这样, 当初便不该救我, 反正是要死的, 多活这些年做什么, 我突然就哭了, 哭完之后好受多了, 心里竟然不赌了, 他是不赌了, 该我赌了, 心神不宁了一段时日, 连小桃也察觉我不对劲, 开口问我, 嫂子, 你心里也有得不到的人了吗, 三月初春, 晚些时候天还很老, 这日窗外下了雨, 临睡前我关了门窗, 躺在被子里裹紧了自己, 夜一深, 睡得迷迷糊糊时, 忽然一阵凉意袭来, 夹杂着雨水的湿路, 似是滴落在我脸上, 我猛然惊醒, 吓得失了魂, 当即大叫起来, 床边那人却一把捂住我的嘴, 在我耳边道, 别怕, 是我, 陪二郎离开一个月后, 傅又归来, 只是走的是窗户, 不是门, 黑暗之中, 我声音颤抖, 含着哭腔, 二叔, 你吓死我了, 吾吾, 他表示歉意后, 安抚了下我的情绪, 然后让我即刻穿衣出门, 去距离云安县数百里的郊外凉亭, 接一位身穿将子衣袍的萧姓公子, 现, 现在, 嗯, 现在, 马车为你准备好了, 在铺子门口, 哦, 好, 那我现在就去, 带我穿好衣服出门, 他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什么也没说, 递给我一把雨伞和大肠, 温生道, 别害怕, 我把一切都安排好, 你只需去这一趟即可, 不会有危险, 我其实不懂, 他在做什么, 但他是将军, 做的事必然是该做的, 我一个没什么能耐的妇人, 听他的话即可, 于是雨夜之中, 天气阴寒, 我提群上车, 对他道, 二叔放心, 我一定把人接来, 陪二郎点头笑了笑, 然后深更半夜, 赶了两个时辰的路, 终于接回了那位紫袍贵公子, 见他时, 他孤身一人在郊外凉亭, 天还下着雨, 荒野无人, 他接过我手中的大肠, 披在身上, 虽冷的脸, 有些白, 身上的气势, 却依旧设人, 陪将军何在, 我依照二郎的嘱托, 什么也没说, 直到公子待会便知, 快跟民妇走吧, 娘子是陪将军什么人, 民妇是他家中寡嫂, 萧公子还挺谨慎, 问完之后方才上了车, 一路回了云安县城, 马车拐入狮子下, 到了铺子门口, 已经是丑时了, 听得到几声鸡鸣, 我想了想, 在门口挂了歇叶的牌子, 将人领到二楼, 推开房间, 我刚说一句, 二叔, 贵客到了, 突然变了脸, 大惊失色地冲了过去, 二叔, 二叔你怎么了, 陪二郎正在屋内, 只是浑身是血地昏迷在了床派, 一只手搭拉着, 受伤的臂膀源源不断地流出血来, 躺了一地, 我直接吓哭了, 捧着他的脸, 颤抖着用手拍他, 怎么回事, 我走的时候还好好的, 二叔, 你别吓我, 快去请大夫, 他伤得很重, 那位冷静自持的萧公子, 一面有条不紊地吩咐着我, 一面上前接过倒在床边的二郎, 按压他的伤口, 大夫匆匆而来, 止血, 脚开衣物, 发现伤口不止一处, 后腰处还有一道很深的口子, 陪二郎过了两三个时辰, 才慢慢醒来, 因湿血过多, 唇色有些白, 脸也白, 然他看到那位萧公子, 开口便是, 太子殿下, 臣无能, 让您受惊了, 果然, 这人非富极贵, 只是万没想到, 他竟是当今太子, 以我这等草民出身, 生活在市井之中, 该是这辈子也没想过, 还能见到这等人物, 国之储君, 我有些手抖, 赶忙跪在了地上, 太子笑了下, 看上去十分和善, 学娘子对姑有恩, 不必多礼, 起来吧, 殿下折杀民妇了, 民妇愧不敢当, 我忐忑地起身, 眼看着他们, 似乎还有话说, 于是退下去漆了茶, 带到茶水漆好, 端站在房门外, 我隐约听了个大概事件, 年关那桩贩卖军火案, 牵连出一系列贪污受贿 及谋逆案件, 太子奉命南下查案, 圣上指派了裴将军跟随, 结果刚查出一些眉目, 就有大批刺客上门, 欲诛杀当朝太子殿下, 一路逃亡, 到了陶州郡, 又遇一场厮杀, 裴役不惜以自己为靶子引开杀手, 并与太子约定, 在距离云安县城数百里之外的凉亭会合, 太子已经在那里等了他两天, 劫后余生, 贵为太子, 也不免唏嘘庆幸, 太子感念裴役护主, 开口却道, 裴将军可知那些刺客的来历, 裴二郎默了一默, 将都提侠, 幽州刺史, 皆听命于康王殿下, 故知道, 冯继如对你有提携之恩, 康王势力盘踞, 朝党纷争, 你乃新任职的朝廷大员, 定不愿卷入其中, 殿下, 臣只占天子, 何为天子, 正统集天子, 哈哈哈哈, 好你个裴役, 殿下放心, 臣已将那帮刺客全部诛杀, 并知会了桃州郡府台大人, 韩英也正率人赶来, 护驾, 殿下择日便可平安回京, 几日后, 太子殿下被护送回京, 裴二郎因身上负伤, 留在了云安县城养着, 每日为他换药的人, 定然是我, 屋内竹台轻晃, 阴伤在了肩背和后腰, 他紧着了条裤子, 常年习武征战之人, 体格健硕, 身上肌肉结实, 线条流畅, 宽背挺直, 置紧时封腰, 没入库中, 只是上面大大小小的旧伤心伤, 尤为扎眼, 他坐姿端正, 我小心翼翼地为他换药, 每次都心惊于猙獰的伤痕, 下手变得更轻, 更慢, 手指无可避免地触碰在他肩背, 腰际, 他偶尔身体轻颤, 我便以为是弄疼了他, 紧张道, 疼吗? 他便又坐得挺直, 不疼, 我叹息一声, 心里同时又感到奇怪, 问道, 那日我去接人时, 二叔分明还好端端的, 怎么我们一回来, 你就受了那么重的伤, 难不成我走后, 铺子里来了刺客, 他闻眼隐约笑了一声, 没有, 那这伤, 他没有说话, 侧目静静地看着我, 我却从那目光中, 感觉到了一丝良意, 你故意地, 算是吧, 为何, 你不要命了, 怎能对自己下如此狠手, 我又急又气, 忍不住垂了下他, 天大的事, 也不能下这么重的手呀, 万一有个好歹, 你连命都没了, 嫂嫂心疼了, 我这相急得呼吸紧促, 他倒是云淡风轻, 眸子静默地看着我, 冷不丁地问了这么一句, 呼吸一致, 我感觉心跳慢了半拍, 当, 当然, 我是你嫂子, 自然是怕你出事的, 那, 脸红什么, 原本就滚烫的面颊, 愈发火辣, 像是有什么禁忌正在破口而出, 他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黑尘的眼睛, 像是直直看到人心里, 眼底波涛翻涌, 我慌得不成样子, 赶忙伸出手, 捂在了左脸上, 称怒道, 二郎, 你莫要胡言乱语, 未曾料想, 他竟也伸出一只手, 静止握住我无脸的那只手, 大手粗力而滚烫, 像是着了火一般, 从手开始烧起, 蔓延至全身, 四肢百骸, 他眸子隐晦地看着我, 情绪涌出, 声音阴雅, 低沉道, 玉娘, 我顿时慌红了眼, 声音颤抖, 二叔, 二叔, 我有事要同你商议, 上次你见过的秀才, 多年来对我颇多照顾, 你也知道, 我与你哥刚成婚他变去了, 这么多年操持, 我如今已经二十有一了, 觉得秀才人不错, 想嫁给他, 二叔放心, 秀才说了, 成了亲咱们还是一家人, 我可以继续做营生, 还能照顾小姑, 日后你在京中安顿好了, 可以将太母和小姑带去, 若是他们不想去, 继续跟我生活也是可以的, 怎么这都成, 越说越慌, 越说越乱, 裴二郎的手似乎抖了下, 继而收了回去, 眼睛有些红, 面上表情愈发地冷了, 嫂嫂可想清楚了, 清楚了, 好, 你等着, 裴二郎一句, 你等着, 让我害怕了好几日, 虽不明白, 你等着具体是什么意思, 但我知道他那日咬牙切齿, 是极为恼怒的, 后来我与他都没再说话, 每天照常给他换药, 伤口日复一日地好了, 他的脸却日复一日地冷了, 我低头为他换药, 缠着腰上的绷带, 总感觉他在看我, 一抬头, 果不其然就对上了那双丰锐深沉的眼睛, 二, 二叔的伤快好了, 我结巴道, 嗯, 快好了, 他盯着我, 意味深长, 每次都是慌不择路地从他房内逃出来, 小桃见了一脸茫然, 嫂子, 我哥不行了吗, 你脸这么白, 陪小桃, 我压住声音, 唯恐被房内的人听到, 称怒道, 你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 我不说话, 可不就成了哑巴, 你没事做事吧, 去厨房烧灶, 我待会熬卤汤, 呜呜呜, 好, 傍晚铺子没了人, 我准备了卤料, 在后院一阵忙活, 带到江锅端到了灶上, 还没见小桃过来, 不由地嘟囔一句, 小骗子, 又跑开了, 然后准备自己烧灶, 正拿起火帘子生火, 几下没点起来, 护厅门口传来低沉之音, 我来吧, 手一抖, 抬头果然看到, 陪二郎已在门旁, 他已然是好的差不多了, 穿了件白色单衣, 身躯挺拔, 环臂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我的手抖得更厉害, 放下火帘子, 结巴道, 那, 那二叔来吧, 我去把盆里几件衣服洗了, 说吧, 赶忙起身, 低着头也不敢看他, 慌慌张张地想走出厨房, 还未走到门前, 突然门被关上了, 陪二郎像一堵墙似的, 堵在了我面前, 我撞倒了他身上, 差点没站稳, 被他一把扶住腰, 二郎升得高大, 我的头踩到他肩壁, 人在他怀里, 男人身上凌冽的气息, 夹杂着药草的香味, 萦绕在我鼻尖, 他低头看我, 附身在我耳边轻笑, 你出得去, 二郎, 你放开, 我又羞又恼, 眼睛瞪着他, 脸红到了耳畔, 他眼神微动, 并未松开手, 反而我腰身一紧, 整个人直接被他单手抱起来, 上前一步, 坐在了不高不低的灶台上, 一只手还紧紧揽着我的腰, 另一只手也跟了上来, 抚摸我的脸颊, 正脱不开, 我怒道, 裴依, 你疯了, 放我下来, 粗力的手掌触碰在我脸上, 他眸光深沉四海, 接着又柔软起来, 眼底阴晕着层雾气, 在我耳边低声哄道, 想嫁人了, 我比内秀才强多了, 你试试, 一句话, 惊得我全身发麻, 身子跟着颤抖起来, 二郎, 我是你嫂子, 嗯, 我知道, 凶死书就扫, 要盼绞刑的, 我的脸很白, 声音怕得哆嗦, 他冷不丁地笑了, 一只手抹撒我的耳朵, 在担心这个, 按照历朝历代传下来的律令, 凶死书就扫了, 是不遵礼法的, 虽然市井之中, 这种事并不少见, 守着条这样的规矩, 倒也没见真的把谁判了绞刑, 可是那是因为大家是平民百姓, 陪二郎不同, 他如今是金官, 二品大员, 皇帝眼前的人, 一举一动都在时光之下, 眼看他高楼起, 眼看他楼塌了, 他好不容易, 从战场厮杀中走来, 历经血雨腥风, 站在了高位, 若因为此事被拉了下来, 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我誓死也难辞其咎, 恐慌蔓延开来, 眼泪夺眶而出, 不行, 我们不行, 谁都可以, 就我们俩不成, 我连连摇头, 他眼神一软, 滴滴地笑了, 声音柔软, 我只问你想不想嫁给我, 只要你想, 什么都无需你来担忧, 他目光坚定, 含着某种不容抗拒, 也不容撒谎的影像, 我咬着唇难难道, 我不知道, 我已经答应了嫁给秀才, 嗯, 话未说完, 腰间那只手突然收紧, 他吻上我的唇, 霸道又强势, 挣扎不开, 心都要跳了出来, 我直接身子瘫软, 倒在了他怀里, 两久, 他呼吸紧促地放开我, 我喘息不过, 浑身的力气一点也使不上来, 在他怀里动弹不得, 方才我没听到, 再告诉我一次, 你要嫁给谁, 想清楚了再说, 他哑着嗓子, 盯着我红肿的唇, 看我的眼神仿佛泛着绿光的狼, 我哭了, 嫁你, 我想嫁你, 二郎, 你饶了我吧, 终于满意了, 他勾了勾嘴角, 将我抱在怀里, 你自己说的, 可不能反悔, 闹了这么一场, 我面红耳赤, 推开了他, 只想快点走出厨房, 结果那扇被关上的门, 怎么也打不开了, 看情形, 应是从外面锁上了, 我目瞪口呆, 回头看向裴二郎, 他挑了挑眉, 不关我的事, 带小桃回来, 将我们从厨房解救出来, 我低着头匆匆跑上了楼, 听到小桃疑惑道, 咦, 谁把你们锁起来的, 身后同时传来, 裴二郎的低笑声, 太母人呢, 门口晒太阳呢, 我去帮他垂垂间, 半年后, 裴家的豆花铺子, 转手给了赵大叔和阿湘, 那些什么三合油的方子, 卤汤秘方, 也都交给了他, 陪二郎从京中回来, 接我们过去, 东西收拾好了, 正要离开, 姑姐陪梅不知听到了什么风声, 急匆匆地领着他女儿倦娘赶来,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二郎, 姐姐求你, 你把倦娘带走吧, 把她也带去, 今后再不要回来了, 倦娘年方九岁, 抹着眼泪不停地哭, 露出的胳膊上有淤青打痕, 陪梅在朱家的日子不好过, 当然也有陪二郎的原因, 想来是朱家早就认清, 陪二郎根本不在意这个姐姐, 他们也从她这里捞不到任何好处, 尤其是上次被二郎训斥一顿, 朱公子丢了面子, 陪梅仅有倦娘一个女儿, 朱公子却有两房妾, 每个都生了一儿一女, 她自然也是性子倔的, 自己可以受尽了婆母的骂, 帝媳的嘲讽, 丈夫的凌辱, 可是她舍不得倦娘也过这样的日子, 然而陪二郎一向是个心狠的人, 她目光扫过倦娘, 全然没有半点温度, 倦娘吓得后退一步, 我倒也坐不得她的主, 毕竟这是他们姐弟之间的事, 果然, 二郎缓缓道, 我事务繁忙, 顾不得照顾家中, 已上马车的太母, 隔着帘部, 似是看到了倦娘, 突然颤巍巍地唤了一声, 大鸭, 二郎神情正了正, 我拽了拽她的衣袖, 我不忙, 我可以照顾家中, 她低头看我一眼, 眼中皆是笑意, 好, 回京路上, 我便一直在想, 秀才自从入京赶考, 仿佛失踪了一般, 半点消息也没了, 问了陪二郎, 她又是一声轻笑, 总会见到的, 直到在京中, 见到了被榜前捉絮, 已经成了礼部侍郎女婿的秀才, 我才待了一待, 据说, 那枚还是陪将军宝的, 秀才两眼通红, 看着我嘴唇, 涅如, 却什么也没说, 她兴许是以为我怨她, 殊不知我怨的是陪二郎, 当晚, 我捶了她一下又一下, 你怎么, 干这种事呢? 她捏着我的下巴, 喘息道, 专心些, 不准想别的男人, 即便是我做的, 她若没有那个心, 谁还能按着她的投入洞房, 秀才成亲了, 当初毅然决然要上京的吴寡妇也成亲了, 肚里都有娃娃了, 韩小将整天忙前忙后地跟着伺候, 对此小桃还有些忧怨, 这不是我想看到的, 我也是来京中成亲的, 太子做宝, 皇后止婚, 当今皇后, 非说我长得像极了她已逝的小妹, 一见如故, 抹了几滴眼泪, 便说我为了异媚, 还改了她娘家的姓, 叫邵宇, 从此之后, 薛玉那个名字, 只存在于远处的桃州郡云安县了, 京中二品大员, 五位将军陪役, 下朝为妻子化眉, 一本正经的眼睛里, 仿佛藏着整个盎然春景, 我也不知忽然想到了什么, 脱口道, 你是故意的, 他抬起我的下巴, 凝视着我, 勾了勾唇脚, 夫人什么意思, 你早就盯上了我, 什么时候开始算计我的, 乖, 晚上告诉你, 窗外玉兰开得甚好, 清白片片, 清香惜人, 我使劲用手捶她, 她反握住我的手, 嘀笑一声, 力气越来越大了, 甚好, 翻外, 陪一篇, 陪一字又便知, 自己在家是不被重视的, 太母疼姐姐, 而大哥从出生起便身子不好, 爹娘嘘寒问暖, 都是围着他转, 他十三岁到了江北军营, 混迹在一帮年龄比他大许多的军中操汉之中, 听他们骂人, 看他们打架, 张嘴就是昏话, 而他是被招之责, 来挥之责去的那个, 心兵弹子, 不听话, 还会被狠踹一脚, 他身子骨, 一向结实, 唯独到了军营第二年, 来势汹汹地生了一场病, 可能是长久以来的水土不服, 也可能是冻的, 然后他昏昏沉沉地躺着, 梦到了很多幼年之事, 家里在开铺子之前, 其实生活很拮据, 姐姐偏是个爱显摆的, 什么东西都想要好的, 大哥还读了私塾, 少不得花钱, 他也想读书, 有次跟爹说了, 爹却说, 读书有什么用, 爹以后把铺子传给你, 你安心来跟爹学做豆花, 以后这些家当都是你的, 读书怎会没用,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这还是大哥亲口告诉他的, 他又想起幼时, 家里煮了玉根, 很香也很甜, 他吃完了一个, 还想伸手再拿, 娘直接给端走了, 别吃了, 留给你哥哥, 读书时饿了吃吧, 明明还有大半碗, 而太母会趁娘不注意, 偷偷地拿一个地给姐姐, 陪一少年时做过不少荒唐事, 索性觉得家里是没人在乎他的, 玩得在风在野, 谁也别想管他, 但其实他错了, 那个一心想把铺子交到他手里的裴长顺, 似乎还在乎他, 什么时候感觉到的呢, 是他杀了人, 回家坦白, 裴长顺大哭, 我的儿啊, 你这是让爹去死啊, 散了大半家财, 他被送去了军营, 连爹死的时候都没能回去, 后来第一次归家, 是娘写了信给他, 大哥要成亲了, 他第一次见到薛玉, 十五岁的姑娘, 穿着粗布操衣, 五油油的头发, 眼睛特别大, 是很耐看的女孩子, 他特别勤快, 连他的礼衣席裤也一并拿去洗, 还圈菜园, 养鸡, 院门口种花, 做出来的饭也很香很好吃, 剁鸡时时, 他一边被妹妹小桃勾着脖子, 一边唱歌哄她, 裴毅力在门前, 看着小桃扒拉她, 也听她唱歌, 突然觉得家里的院子好像有了生机, 同时也觉得不公平, 娘惦记着给大哥娶媳妇, 怎么没想过给她娶个媳妇, 明明她也已经十七了, 她替大哥拜了堂, 把薛玉娶了, 然而大哥还是娶了, 那姑娘白着脸, 端着药碗站在屋内, 手足无措的样子, 突然让她觉得很可怜, 刚结婚就成了寡妇, 然而人格有命, 她回了军营, 投入到日复一日的巡营, 训练, 被边疆的风吹的人也寒心也寒, 胡蛮子每年冬天都虎视眈眈地想来掠夺一番, 她来这里五年, 见过打仗, 也见过死人, 她还记得出道军营, 那些张口闭口脏话昏话的操汉, 在看到她拿着长毛往前冲时, 恶狠狠地将她推到了后面, 毛都没掌权呢, 逞什么能, 然后曾经踹过她的汉子, 死在了胡人刀下, 年少时的好用斗狠, 其实是很可笑的, 军师先生告诉她, 那些不是能耐, 好男儿的奸, 扛得起家, 也扛得起国, 大哥死后半年, 娘也跟着去了, 而他到了七月里才收到了信, 突然心凉得厉害, 家中年迈的太母, 稚嫩的小妹, 全部都得指望她了, 她再次告假归家, 站在村口时, 已经满目苍蝇, 薛玉会走, 是意料之中, 大哥逝世的时候就已经说了, 签放七书给她, 她已经守了一年, 人至意尽, 裴一生平第一次觉得无措, 她是要回军营的, 太母和小妹如何安置, 成了最头痛的, 姐姐裴梅自娘死后, 奔完桑连面也不敢路, 像是生怕赖上了她, 对于这个姐姐, 她的自私, 良宝, 虚荣, 她比任何人都清楚, 上在县城卖豆花时, 她就铁了心要嫁进富贵窝, 搅柔造作迷的朱家公子, 非她不娶, 朱家那种地方, 若执意送去, 焉能有太母和小桃的好活路, 裴一在厨房给太母和妹妹做饭, 造火烧得很旺, 而她根本就没表面那么淡定, 荒芜的厉害, 直到薛玉折返而来, 换了她一生二叔, 看到她的那一刻, 她知道, 她有救了, 二叔意下如何, 那个好字, 她说出口的时候, 已然哑了喉咙, 她不走了, 这样年轻, 就要把大好青春, 耽搁在他们陪家, 陪意后来回了军营, 发了军饷, 每月只留一贯钱, 全都寄回家中, 算起来, 这已经是她在军中的第七个年头了, 从一个桀骜不驯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 到见惯了生死和杀戮的陪校尉, 人人都在她年纪轻轻就做了校尉, 只有她知道, 她够狠, 是因为想出人头地, 在军营之中, 虽说很少花钱,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开销, 尤其是身为校尉, 少不得被那帮部将赖一顿酒, 可人人都知道, 她手头拮据, 光条汉子, 没有家里人既东衣, 又闲军中的不暖和, 有的会去平城县里花银子买, 只有她, 没买过, 也没钱买, 她总是想, 那个姑娘把大好青春都耽搁在他们陪家了, 她苦了自己, 也不能苦了家里那三个女人, 薛玉第一次寄信过来的时候, 她心里又有些慌, 这些年, 家中总是有不好的消息传来, 然而打开一看, 她笑了, 她说想做营生, 还问她豆花方子, 没人比裴翼更清楚家中的豆花秘方了, 裴老爹当初是打算把铺子给她的, 她没有丝毫犹豫, 回信告诉了她, 也没忽略她在信的最后, 写了这么一句, 边疆苦寒, 二叔定要保重身体, 盼平安归家, 盼平安归家, 那个家, 很长时间, 她都忘了还是自己的家, 半年后, 薛玉又来了信, 她说铺子已经开始盈利了, 二叔不用再寄钱过来, 军中开销, 莫要苦了自己, 从前从未觉得苦, 直到边疆战役打起, 朝廷调兵遣将, 军营众人忙进忙出, 忽悠军差叫住她, 说家里给寄了郁寒衣物, 裴翼愣住, 第一反应竟觉得是在做梦, 自十三岁出来当兵, 她何曾收到过家里寄来的郁寒衣物, 哪怕仅是一双护膝, 没有穿过蟹球, 竟不知球皮的礼衣是这样暖和, 领口里面都缝着绵密的毛, 护膝竟还有这样又清又暖的样式, 年轻的校尉, 突然觉得眼眶很热, 以前都是这么过来的, 从未觉得冷, 穿了蟹球才惊觉, 不知自己从前是怎么熬过来的, 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斤, 每天都在死人, 边疆的风吹的人心肠, 又冷又硬, 薛玉的每一封信, 她都收好, 放在了怀里, 晚上看了一遍又一遍, 明明是那么简单的内容, 却让她僵硬的心肠软了又软, 信里, 桃州郡云安县, 有他们家的豆花铺子, 铺子里有热腾腾的豆花, 鲜美的鸡杂汤, 可以加粉, 还可以泡馍, 年迈的太母和桃妻的妹妹, 在盼她平安归家, 薛玉, 也在盼她平安归家, 薛玉,薛玉, 裴毅将这个名字念了一遍又一遍, 觉得尤为好听, 连自己也没发觉, 嘴角勤了一抹笑, 直到韩英跳了起来, 裴毅, 你好像咱们营里的王大德子, 那小子半年前成的亲, 每次收到他媳妇的信, 都笑得跟个傻狗一样, 裴毅的笑凝结在唇角, 后来, 他是怎么想娶玉娘的呢? 战场杀戮, 见惯了生死, 被困陆山的时候, 大雪纷飞, 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 都是并肩作战的兄弟, 可他无能为力, 他只能尽力唤醒他们, 让他们不要睡, 给他们讲陶州郡云安县的豆花铺子, 将祖传手艺, 味道一绝, 还把薛玉的信拿出来念给他们听, 天寒地冻, 血虐风涛, 家里人还在等着他们回去, 吃一碗热腾腾的豆花, 喝一碗鸡杂汤, 活着真难啊, 有个年幼的小兵, 才十五岁, 他撑不住了, 他对裴毅道, 哥, 我也想吃豆花, 然后他死了, 裴毅哭了, 眼泪凝结在脸上, 风一吹, 特别疼, 他突然无比想家, 想吃那碗豆花, 想太母, 想妹妹, 也想薛玉, 那一瞬间他突然有个念头, 如果能活着回去, 就娶薛玉, 他是个寡妇, 耽搁在了他们陪家, 他有责任, 而他, 似乎不能没有他, 三年半的时候, 终于打完了, 此时, 他也成了人人口中手段, 很绝的裴校尉, 裴毅觉得自己挺可怕的, 几千妇儒, 是如何下得去手的呢? 不杀, 又不能放, 留着既浪费粮食, 又埋下隐患, 他记得那些胡蛮子的小孩, 妇人, 眼中的恨意, 只盼吃他们的肉, 和他们的血, 非我族类, 必诛, 裴毅做了整宿的梦, 他梦到那些死去的胡人小孩缠着他, 然后他逃到了一家豆花铺子, 看到了薛玉在铺子里, 抬头冲他笑, 饭做好了, 二叔来吃吧, 待会要凉了, 然后周遭突然变得安静, 他坐在薛玉面前, 吃完了一碗豆花, 哭了, 因屠杀战俘一事, 进京封赏时, 皇上漏掉了他, 裴毅没有不甘, 也没有怨对, 他竟觉得这样也不错, 谢甲归田, 回去商议一下, 跟薛玉成家, 他们可以共同经营家中的铺子, 然而皇帝最后幡然醒悟, 又召了他入宫, 封了将军不说, 还要封家中寡嫂告命, 裴毅撩了下眼皮, 不动声色地拒绝了, 薛玉若得了告命, 他们此生再无可能, 裴毅回了家, 带着韩英等人, 一同归去, 薛玉站在街上, 也站在光下, 他想娶她, 可他暂时不能说, 如今他成了将军, 娶了家中寡嫂, 难免不为世俗所容, 更重要的是, 他怕吓到薛玉, 从长计议, 慢慢来, 他对自己说, 薛玉待他是真好, 分明不甚熟悉, 可他像个温柔的妻子, 跟在他后面, 接下他的假衣, 拿着他的军靴, 他喋喋不休, 说晚上在烧水洗澡, 还说新做了衣服给他, 这场景, 与他梦中的温暖和其相似, 自回到家中, 裴毅的心肠总是软了又软, 他想, 兴许薛玉自己也不知道, 他心里也是有他的吧, 他所做的一切, 都像是一位妻子该为丈夫做的事, 他知道自己住的是薛玉的房间, 被入下遗留的那件肚兜, 他忘了, 而那件肚兜被他拿起, 端看得面红耳赤, 心圆一马, 傅宴饮酒, 回来后薛玉帮他煮了茶, 还说要为他做新衣, 裴毅借口良尺马, 让薛玉离他近了又近, 二人挨在一块, 他低头闻到他头发上柜花油的香味, 与他所住的房间一模一样, 自回家之后, 他在那屋内总是睡得无比安心, 半个月后, 他因军火贩卖一案, 回了华京, 忙得不可开交时, 收到了薛玉的来信, 问他什么时候还能回云安县, 裴毅笑了, 心里蔓延的喜悦充斥开来, 果然, 薛玉心里也是有他的, 不想再等了, 他眯起眼睛, 神情略显阴沉, 太子去江州县, 他主动请英, 此举无异于直接得罪了冯继如与康王, 他需要站队, 为他自己, 也为了玉娘, 太子被追杀, 他引开刺客, 全身而退, 笑话, 十三岁当兵, 边疆战场活下来的将军, 不能全身而退, 岂不一笑大方, 他故意靓着太子在梁亭等了两天, 人只有经历过大起大落, 心绪不宁, 才会知晓活着的可贵, 才会对来救自己的人, 多几分敬重, 薛玉便是他安排好的, 当今太子的救命恩人, 有了这层关系, 他在投个城, 日后太子宝梅, 皇后止婚, 都是水到渠成, 裴义对自己够狠, 刺伤了自己, 可是看到玉娘忙前忙后, 心疼得直落泪, 她觉得再来两刀, 也扛得住, 玉娘, 你有所不知, 我所做的一切, 铺好的路, 一步步, 都是为了我们将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陪义握住了她的手, 可她未曾想到, 薛玉的反应如此之大, 她说她要嫁给秀才, 并且二人是商议过的, 裴义一瞬间觉得失望, 眼眶通红, 如坠冰窖, 她不喜欢她, 下了那么大一盘棋, 不惜以身犯险, 又是欺君又是负伤的, 结果她说她要嫁给秀才, 胸口疼, 肩膀疼, 腰也疼, 她发了狠, 嫁给秀才, 下辈子吧, 不, 下辈子也不行, 伤好之后, 逼着玉娘承认自己的心意, 她回京, 第一件事, 就是找人给秀才保了个眉, 秀才不愿意, 呵呵, 她有的是好手段, 最后将军府里, 她在为新婚妻子化眉, 窗外玉兰花开, 树影绰绰, 玉娘不满道, 什么时候开始算计我的, 裴依笑了, 该从哪儿说起呢, 她似乎一直未曾发觉, 她丢了件肚兜, 那偷香惬欲的登徒子, 打算晚上好好跟她坦白一番了, 玉娘, 余生漫长, 事情良薄, 人间与我满目苍疑, 唯独见你, 如玉春景。